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都坐好了 好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我們上次的會議紀錄 已放在各位一眼的桌上 我們就用參閱的方式 請問各位一眼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那我們就會議紀錄確認 我們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的議程是我們交通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那質詢前請各位部門先做業務報告 然後並介紹議會的業務主管 我們先請觀光局曾局長業務報告 好 謝謝 那議長 副議長 我們的召集人還有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那先逢貴會第二屆第四次的定期大會的這個報告 那我請代表觀光局提出業務報告 並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呢 不令指教給我們觀光局的寶貴意見以外呢 也希望能夠支持鼓勵我們 來 使我們高雄的觀光的這個業務能夠順利的推展 在我的報告進行之前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觀光局的我們的各位主管 首先是我們的副局長 吳明昌 副局長葉欣雅 觀光行銷科 孫村良科長 觀光產業科 王滋冠科長 觀光發展科 張柏宇科長 觀光工程科 陳義堂科長 維護管理科 吳契德科長 還有我們的動物園管理中心 莊訓志主任 以及秘書室李淑之主任 會計室鄭明貴主任 人事室陳雲安主任 以及我們的鄭峰室金佑東主任 那接下來呢 就進行我的業務報告 那面對目前呢 我們國內外整個觀光市場激烈的競爭跟挑戰 那我們本局積極結合各界跟民間的資源 來爭取 以及爭取中央的經費 我們依市場的特性來下一頁 依市場的特性呢 還有旅客的需求 規劃多元行銷的策略 以積極開拓我們國內外的市場客源 另外呢 在軟硬體的方面呢 我們也建置友善 有利的旅遊環境 那另外為了活絡城市的觀光 我們也規劃了特色的遊城 以及相關的活動 那來落實履行臺灣首選高雄這樣的中心目標 那以下呢 我依序會向各位議員 女士先生呢 來報告 盡情指證 那在我的業務報告之前呢 我還是要再針對我們整個 目前大家所關心的我們市場的一些 呃 觀光市場的一些分析的數字 跟大家做一些簡要的報告 那目前以六都的這個旅客人次來比較呢 這個是易交通部觀光局的一個統計資料 那目前105年我們1到6月 六都的旅客住宿人次呢 如表列 那高雄的部分就有390萬398人次 那這個數字是僅次於台北市 那在國內旅客的部分呢 我們高雄市在六都裡面排名第一 有232萬5787人次 國際旅客跟大陸旅客人次的部分呢 在六都裡面排名第二 那有157萬4611人次 那在這樣的一個結構之下呢 國內旅客大概佔了六成 國外旅客呢在高雄的部分只有四成 另外我們從一個數據也可以看到 整個目前的一個觀光市場的一個狀況 我們將105年1到6月跟104年的1到6月 我們住宿高雄國外客員的成長的這個排名呢 來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105年的上半年呢 國外旅客住宿高雄的人次成長的前三名呢 依序是新加坡31.25% 馬來西亞29.36% 日本有20.54% 至於大陸的部分呢 大概是減少了14.2% 那這個部分呢是我們目前 住宿高雄國外客員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我就依序呢 針對我們在國內觀光市場的這個競爭激烈的狀況之下 我們目前觀光局的一個推動策略 首先是在開拓觀光客員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這個部分呢要增加到高雄的旅客 所以呢我們在國內市場的推廣的部分 我們推出了兩個措施 一個是奬勵旅行業推廣高雄市旅遊實施計畫 那從105年2月公告到 105年2月公告到 截止到9月有25家旅行社來申請 帶來了59團369輛遊覽車 總共有一萬1509旅遊人次 那另外呢我們也積極參加國內的旅展 我們在105年的4月 我們高雄市舉辦了高雄國際旅展 那也有很多的人潮 另外呢我們在今年年底以前呢 我們也會參加台北台中台南 以及我們高雄的冬季旅展 那在國外的觀光客園的開拓的部分呢 首先我們積極的參加國外旅展跟推介會 包括了大陸港澳市場 具體的成效包括我們跟華航北京分公司 合作在今年的8月份的時候 5月天演唱會套裝行程 我們也售出了200套 到東北亞的日韓市場呢 參加大阪的高頻觀光推介會 以及呢韓國首爾的哈那兔爾的旅展 那在哈那兔爾旅展的具體成效 我們也售出了1095套 包括高雄郵城的產品 銷售金額大概是6.49億的韓幣 也差不多是1971萬台幣 那這個全部都銷售完畢 那9月份我們更參加了東京的旅展 另外呢在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我們也積極開拓東南亞新馬月泰的市場 那在新加坡的部分呢 我們參加了這個新加坡的旅展 那我們邀請了新加坡的旅遊業者呢 跟媒體在11月預定要到高雄來採線 那另外8月的部分呢我們參加了泰國 由交通部觀光局所舉辦的台灣觀光推廣會 那在這個推廣會呢我們有很多具體的成效 包括跟泰國台商總會合作 將我們高雄的套裝旅遊的產品 提供給我們泰國的台商 未來台商在泰籍的勞工的獎勵旅遊的這個部分呢 是他們的首選 另外呢在8月到10月我們也分別接待了泰國旅遊業的協會 跟泰國全國觀光協會聯合會 泰國台商總會都組團來到我們高雄 那另外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國際旅展 我們也在9月參加 那具體的成效包括有300位的越南安利講義旅遊 在10月搭乘郵輪海洋航行者號抵達高雄 另外呢我們也參加了台越的觀光合作會議 以及呢最具體的成效是月捷航空呢 預定在12月12號開航 那每週會有五班到高雄胡志明的這樣的一個直航 那在開拓觀光客園的部分呢 當然郵輪觀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一個具體的成效是在106年呢公主郵輪呢 預計要以高雄為母港 並增加彎靠高雄的航次 那當然還有相關的配套 包括我們怎麼樣爭取停泊會的優惠 那另外還有規劃套裝的旅遊行程 那也這個提升翻譯人員的水準 爭取上岸免簽這些措施來增加我們的郵輪觀光 那最後一個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旅遊便利的旅遊 所以我們積極爭取國際航線航班到我們高雄國際機場 我們希望呢也能夠跟交通部來爭取我們整個航下空間的調整 充分運用空間增加更多的航線航班 成為我們南部觀光的重要門戶 並提高到高雄旅遊的便利性 那我們可以從資料上可以看到高雄國際機場呢 105年1到9月平均航線呢 由104年同期的41條增加到43條 那平均航班呢每週單項也從330班增加到346班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藉由各種多元的宣傳的管道來行銷高雄 所以我們有各式這個整個創意的行銷 包括平面的多餘版本的折頁宣傳短片 以及呢我們在華航的機上有雜誌的廣告刊登 另外我們也跟日本聯昌地區的江之店來做廣告交換 只要在江之店的這個電車的車廂 都可以看到我們高雄很漂亮的美景 另外呢我們也結合很多的節目的採訪 積極的讓我們的高雄來做一個曝光 那另外我們在發展創意行銷的部分呢 藉由吉祥物高雄雄來擔任我們高雄的觀光大使 那在105年的1月到9月呢 高雄雄出席國內外的旅展還有各類活動都參加 超過60餘場齁 另外我們也跟不同領域的業者跟公益團體來合作 開發我們高雄雄周邊的產品 另外呢這一次我們參加全台吉祥物的PK站呢 高雄雄也榮獲第一名 所以也增加了他的知名度 那我們藉由高雄雄來行銷38區 介紹38區好吃好玩的旅遊資訊 並且我們將這些行程呢都上傳高雄旅遊網 還有高雄雄的粉絲頁來作為宣傳 那要發展這個觀光呢 重點還是要有一些有利或者友善的旅遊環境 在這個部分呢我們積極推動智慧旅遊 在智慧旅遊的部分呢我們結合好玩卡電子的平台 以及一卡通的功能 我們整合高屏棚的這個景點呢 串連時速遊構型的在地產業 到105年9月的發卡量呢已經超過48910張 那第二個部分呢我們跟日本的招文社 還有台灣大語出版社共同製作的Dict Taiwan APP 那這個Dict Taiwan APP呢也把高雄相關的景點 跟好吃好玩都放在裡面 藉由這個手機就可以用電子化的 這樣的一個使用這些資訊 另外呢我們也做了這個即時訊息的推播 結合專屬的APP 遊客入境高雄的時候 所在地點就可以即時推播相關旅遊的資訊 提供優質的旅遊服務 那當然在建制有利旅遊環境不只有軟體 我們也有在硬體的部分高雄的相關的景點 包括新建的景點以及舊有景點的這個改善 那其中呢我們的岡山之眼 在明年的9月預計要完工 希望能夠成為北高雄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另外我們也打造 叫寶萊桑花溫泉公園 這個部分呢我們希望在12月完成發包 也預定在明年能夠完工 另外在越世界是我們高雄非常特殊的二地型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整體的設施跟改善工程 預計在今年的11月就可以完成 那在其今的部分呢 它有很多的場域必須要給予活化 我們的海岸線早回來了 我們的沙灘油氣區 以及我們的露營區 還有黃金海韻大型的貝殼裝置 這些都是我們整個場域非常重要的一些景點的活化 那當然既今就既今區公所以及既今醫院呢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能夠積極的去做一些招商 另外在聯潭觀光場域的部分 我們也將相關的步道公測 還有水岸油氣設施來做一些整修 希望讓整個聯潭的觀光能夠加值 那另外對於愛河的部分 我們除了原來的龔多拉的這個遊城以外 我們也跟各局處呢來合作 跨局處加強愛河兩岸的燈光照明 以及呢相關這個裝置藝術的這個設施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的金獅湖的蝴蝶園的改造 那我們相關的整建工程呢都在進行中 希望讓我們整個金獅湖的這個蝴蝶園 能夠耳目一新 預計在明年的六月完工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做一些招商 讓我們的這個金獅湖呢 能夠有一些特色的商品能夠出現 那在建制有力環境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希望旅客到了高雄 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夠想感覺到高雄的溫暖 所以我們的友善接待跟便捷的資訊呢 就是我們的工作重點 所以我們結合產官學民間設置旅服中心 包括高鐵機場火車站 都有我們的旅遊服務中心 另外呢我們也積極的跟我們的超商來合作 那建制這個I Center 類I Center 那這個類I Center呢散佈在48個點 在各區 那我們讓我們的這個超商裡面的這些服務員呢 作為我們哀問怒的觀光大使 就可以從這裡就可以取得我們相關觀光的資訊跟DM 另外呢我們也積極經營了高雄旅遊網以及這個微博 那目前呢高雄旅遊網的粉絲呢 已經到了361,992人 那微博的部分也大幅的成長 從5萬多人已經增加到273,974人 所以這社群網站的經營我們希望能夠增加 相關對於高雄的這個觀光的喜好 那最後一個是在我們的整個友善接待的部分 配合新南向政策 我們打造穆斯林旅客友善的旅遊環境 當然這個部分呢就是要輔導業者取得穆斯林友善餐廳 或者是餐廳的認證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也辦了這個說明會 參加了非常踴躍 大概有200家的業者來參加 那另外呢已經有相關的這個業者表達 他們願意來參加這個申請跟輔導 那目前已經通過認證的有國賓大飯店 漢平酒店以及軍紅國際酒店三家旅館 另外呢我們也希望未來在我們各個景點的這個旅遊的這個服務設施裡面呢 我們也有一些交通節點 我們希望能夠建置穆斯林友善的環境 包括祈禱室以及靜夏設施 那另外我們知道語言呢一般都是旅遊 尤其推動新南向在旅遊的這個部分呢 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積極培育東南亞西少漁系導覽人員的這個培訓 那目前呢我們辦了第一梯次 有36位新移民來參加受訓 那在建置旅遊友善旅遊環境的部分呢 還包括我們整個產業的提升 包括我們寶來的溫泉合法化 溫泉區的劃定跟管理計畫的這個部分 目前呢有14家已經進入聯合審查程序 其中13家已經得到同意的開發 那另外我們也積極的協助六歸寶來地區 溫泉資源的探勘 我們希望能夠在今年的12月能夠完成 那在我們的產業的部分呢 對於我們整個福島民宿跟旅館品質提升了這個部分 我們也辦理創意房型的比賽 那也輔導旅宿業者營造發展在地的跟文創的特色的旅宿 另外我們也積極對於非法的這個稽查跟查詢 在105年的1到9月 我們共積查了218家次 那即裁罰了75家次 當然不是只有在硬體或軟體的環境的建置 我們也希望能夠活絡城市的觀光 所以我們積極的推出很多特色的遊城跟活動 首先在節慶觀光的部分呢 我們包含我們每一年都會辦的高雄燈會藝術節 那在去那在今年年初 我們吸引了724萬7千人次 創造了28.6億元的產值 那我們希望在明年舉辦的時候 我們也能夠再有一些創新的元素增加 再創更多的新高 那第二個節慶呢 當然就是很有特色的宋江鎮的活動 那在今年的這個春天呢 我們的宋江鎮也吸引了19.2萬人次造訪 帶動了大概1.9億元的觀光產值 那在季節觀光的部分呢 我們高雄的四季其實不是那麼分明 我們都常講我們高雄的天氣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在夏天是比較炎熱的 但是我們今年的夏天呢 舉辦了很多夏令節氣的活動 那也創造了很多的人潮 包括我們的奇經黑沙丸一節 在早回來的沙灘上面 辦這個夏至二三五的活動 那吸引了122萬人次的參觀人潮 突破百萬 那另外在這個夏天呢 我們推出各種不同的水域活動 我們高雄非常漂亮的水域 包括愛荷金師湖跟蓮池潭 那我們辦這個夏季輕旅行 相關的水域的油氣活動 那總共有15個場次 有1154人參加 我們希望這些水域活動 未來都可以成為高雄的水的特色的活動 另外我們也因為夏天高雄比較熱 說我們也舉辦這個冰品的活動 結合高雄市有13家13國32家一國的冰品創意行銷 那這個部分呢 大概有7200人次帶動高雄夏季的清涼旅遊 那在季節觀光的最後呢 我們在秋天我們到奇幻樂視界 到我們的樂視界舉辦這個活動 那我們打造5公尺的樂界女神巨型花燈呢 那希望能夠藉由這個變幻的燈光 來揮映樂視界獨特的地貌地景 那另外我們也辦各種不同的夏令營 規劃自立造舟油愛河等多項主題式的活動 那這一波的活動大概有2000人次來參與 那另外呢我們也舉辦主題式的旅遊 包括自行車活動 我們推出乘風而起單車旅遊 規劃了六條線 那在去年只有兩條線 今年我們增加到六條線十梯次 每梯次都是爆滿 那結合相關的手作的體驗活動 民眾的爆滿已經325人次 每梯次都是爆滿的 那另外在主題式旅遊的部分 我們也推出暖東高雄銀髮族的旅遊 我們規劃三條銀髮族的主題遊程 那目前出團也超過兩百人次 另外呢我們也結合38區相關的社區 來進行社區深度的旅遊 那今年呢我們選擇 這個林園的社區 以及大寮的社區 來一起合作 那圖片上所顯示的就是 林園的文賢社區的參訪活動 包括這個DIY的手工紙 這個部分呢我們在11月要受禮報名 那接下來我們的主題式旅遊 當然高雄38區有很豐富的農村的 這樣的一個景致 所以我們結合農業局 在香港、新加坡、日本的旅展 推出一日農夫的體驗遊程 除了香港旅行業者組團彩線以外 陸陸續續有自由行的旅客 來參加體驗的遊程 那在高雄的軟端是很適合推動運動觀光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推動的 包括這個軟東高爾夫 我們針對東北亞的市場 來輔導業者推廣軟東高雄 暢打高球之旅 那104年的11月到105年的2月呢 已經帶來了4000人次的旅客 另外我們也規劃這個 連潭的懶神滑水的主題樂園 在105年到105年的9月呢 已經吸引了4600人次的體驗 並且我們也舉辦了大專聯賽 以及連潭杯、國際公開賽等 懶神滑水的賽事帶動風潮 那我們知道每次5月天來都會造成 很大的轟動 而且我們的旅宿業者呢 大概都是爆滿的 所以今年呢 我們也特別規劃了這個5月天 Just Right 那個2016就是演唱會的追星之旅 那這個大概吸引了10萬人士 預計呢高雄市的住宿率是達了9成 帶來了近2億元的觀光產值 那在觀光局的業務裡面 我們有一個部分呢 就是在我們的壽山動物園的這樣的一個業務 那我們壽山動物園呢 大概目前我們針對整個場域的活化 要提升它的效益 所以我們在整個動物園的部分 我們改善動物友善居住環境 以及公測黑熊區 駐龍河馬區的防護措施 以及污水下水道跟污水處理 但設施的這些整建工程 因為我們希望打造我們的壽山動物園 是我們南部唯一的一個公營的 非常友善的一個動物園 那截至到9月入園參觀人數 已經達了50萬5631人次 那我們也推動夜間遊園 所以在暑期的夜間遊園的人數呢 達到24227人次 這樣的數字呢 跟去年同期呢 是大幅的成長78% 那另外我們也積極推動 相關的動物認養跟異業合作 那到105年的9月 總共有14家企業 跟982位的民眾參與動物的認養 認養金額大概有183萬元 那我們也積極的跟 一大犀牛職棒大圓百光羊機車 做異業結盟 希望共同來推廣動物的認養跟合作 那來行銷動物園 那當然在動物園的部分呢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些 國際交流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跟泰國國家動物園 四川成都動物園 日本神戶動植物專門學校 進行交流 也邀請了泰國國家動物園管理局 兩位專業的獸醫前來講習 跟實際操作 那國內外專家的學者的這個座談會呢 我們辦了兩場 提供我們園區 未來整個發展方向的建議 那我們也跟台北市的動物園 簽署保育合作協議 藉指兩隻豬如河馬 以及三隻的北非軟羊 並在北高兩位市長的見證下 豬如河馬館揭幕正式啟用 那以上就是觀光局的這個業務的報告 那未來呢我們的工作重點包括 第一個我們要建立產官學的合作架構 第二個我們要結合南部縣市區域 整合觀光資源豐富南部旅遊遊城 第三個我們努力拓展國際行銷通路 打開城市在國際的知名度 第四個我們要爭取航線航班分流到高雄 扮演南部觀光重要的門復 使小港機場的產能能夠充分利用 第五個我們也配合新南向政策 提出各項的配套措施 發展高雄為新南向的政策的基地 第六個努力建置友善旅遊環境 推動公司部門的跨越合作 開拓高雄多元的觀光 以上是觀光局的報告 那簡報結束 敬請各位議員女士先生指教 那也希望未來在我們高雄的觀光的推動上 能夠大家一起齊心協力來推動觀光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觀光局的曾局長 那接下來是我們交通局成局長 業務報告 當委主席陳召集人以及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接下來由我來進行交通局的業務報告 那麼在業務報告之前呢 容我先向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介紹本局的相關主管同仁 那麼首先是我們黃副局長黃萬發 張副局長張淑娟 還有我們運歸科科長黃信穎 運管科科長李國正 以及輪傳公司翁代理總經理翁嘉斌 那麼再來第二列是我們的 停工科科長蔡耀吉 停管中心許代理主任許進家 交工科科長李啟青 運間科科長蘇俊青 運社科科長陳榮輝 自運中心王主任王志剛 以及裁決中心黃主任王瓊珠 那麼第三列是我們的車建會主委陳金寶 資訊室主任郭泰廷 秘書室主任邱毅榮 人士室主任鄧文華 政風市主任劉瑞成 以及我們會計市主任鄭永鈺 那麼接下來就由我來進行我們交通局的整個業務報告 那麼今天的業務報告的大綱分為三項 包含我們一直持續執行的交通政策 那麼以及我們施政計畫的執行成果 以及未來整個施政的計畫重點 那麼在整個交通政策的部分 這幾年來我們交通局 就本市的交通運輸 設定了永續綠交通的施政目標 那麼希望在不同的面向達到 本市交通運輸在整合性 可靠性 生態性 效率性 以及便利性 等等的這一些次目標 那麼接下來是我們的施政計畫的成果 那麼分為四大部分 包含永續的運輸規劃 優化的公共運輸 貼心的交通安全 以及友善的停車管理 那麼第一部分呢 是我們永續運輸規劃的部分 那麼今年起呢 我們已經積極的在籌辦 明年度我們本市 即將要跟國際伊克雷組織合作的 2017年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那麼希望呢 能夠就這個生態交通慶典 就我們本市的這個交通主要的這個政策目標呢 能夠落實在本市的這個實際運行當中 那麼預計呢 在105年底 我們目前所執行的 生態交通示範區的這個先期計畫的改善呢 包含有一個道路 一個停車場 一個巷弄 一個公園 一個綠地的短期環境改善的目標 那麼目前呢 我們也持續的跟當地的居民 在哈馬興社區裡面呢 進行持續的溝通 那麼也希望透過這個溝通呢 能夠獲得民眾的意見的表達 那麼也邀請民眾能夠共同參與社區改造 跟盛典的規劃工作 那麼第二個部分呢 是在哈馬興西子灣交通改善 以及我們所設置的這個旅遊接駁轉運中心的計畫 那麼我們交通局跟高雄港務分公司呢 合作批建完成哈馬興旅運接駁轉運中心 那麼總共可以停靠63部的遊覽車 目前從9月1號也完全開放給所謂遊覽車來停用 那麼全日管制遊覽車進入哈馬興跟西子灣地區 有效的改善西子灣地區原本擁設的交通狀況 並改善哈馬興地區交通以及空氣品質的這個標準 那麼另外呢 有關國道7號高雄路段的建設計畫 目前在環保署還是持續進行第二階段的環性環評的範疇界定作業 那麼這個工作呢 預計在106年呢 會完成整個環評報告書的報核作業 另外重要的計畫有關我們高雄的鐵路地下化的運輸規劃部分呢 那麼我們也持續的跟中央合作 那麼積極的掌控這個整個地下化工程完工的這個進度 那麼在另外一個部分是增設國道1號 鋼山交流道以及人武交流道增設這個交流道的可行性的研究 那目前呢相關的這個研究計畫呢已經都在進行審議當中 目前我們希望能夠在年底可以將這兩個增設的交流道 往中央去報核爭取預算來建置 那麼另外在輕軌的部分呢 我們也協助完成辦理整個輕軌完工的部分 去進行所謂的旅刊 目前也已經在西萬道西巴站順利的在運行當中 那麼第二大部分是有關優化的公共運輸面向 我們持續在強化我們本市的層級公車的系統 包含我們有快線公車 主幹線公車 次幹線公車 社區巡迴公車以及觀光公車等幾類的這個層級公車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持續在推動公車的永續幸福計畫 包含推出一日兩段吃到飽的公車優惠方案 那麼這樣的一個措施呢 在我們過去從100年到104年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公車的運量持續成長 目前大概有30%的這個成長率 那麼另外呢 我們也積極地進行公車一化的工作 在公車上建置Wi-Fi無線熱點 那麼並且呢 利用我們的公車動態系統還有APP呢 來提供乘客方便的這個公車資訊 那麼另外我們也積極推動整個公車 能夠從過去的柴油公車轉換成電動公車 目前已經泰換25輛的這個公車 分別在建工幹線 齊美國道快線以及西城快線上進行營運 那麼另外在高雄好行的公車計畫裡 我們也順利地在9月的時候呢 就將全國所創的這個開頂雙城觀光巴士 在我們高雄市裡面來進行試營運 那麼目前進度呢 大概預計11月我們可以正式完成所有的安全審驗的過程 在11月正式掛牌來營運 相信這可以預助我們高雄市另外一個帶動觀光的發展 那麼另外我們也積極地PACE城市快一通的公車 目前已經PACE了西子灣城市快線 那麼以及鳳山高鐵城市快線 另外我們也積極地來推動公車進校園的計畫 目前呢我們已經有9所大專院校來響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我們將公車直接開進去校園裡面 希望能夠減少我們大專學子使用機車的這個比例 那麼轉換成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那麼另外我們也結合了台南還有屏東三個 我們高雄三個城市呢 共同推動三城三線的公車跨域合作的計畫 那麼另外在後車庭興建跟環境的改善方面呢 今年呢我們也完成了重要的大型後車庭以及轉運站 包含呢我們在鳥松長庚醫院附近的鳥松轉運後車庭的建置 也在9月25號完工啟用 另外呢西竹灣後車庭的建置以及高雄學員運轉後車庭的建置呢 我們預計就在近期11月底就即將完成啟用 那麼在五甲一路的後車環境改善工程呢 我們也在10月底完成也已經完成啟用了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後車設施跟後車庭跟站牌的建置 那麼我們是持續的向中央爭取預算 來將我們本市裡面所需要更換的或是新建的這個後車庭 跟站牌呢進行建置的工作 那麼我們的訴求希望所有我們建置的這個後車庭 它不是只有後車庭的功能 而是能夠跳脫後車庭提供更多的乘客相關的服務 比如說我們建置了智慧型站務長 那麼另外呢我們也跟亞太電信4G的專案來合作 增設大型公車動態資訊LCD跟Kiosk互動的螢幕 再增加乘客在後車時候一些資訊的取得跟使用 那麼另外呢我們也全方位的來監理高雄捷運 他們的運營的狀況 目前呢高雄捷運的運量持續往上提升 那麼另外呢他們的財務狀況也持續的轉虧為營當中 那麼在1到9月的今年日運量呢是17.24萬人次 相較於去年同期增加了4.5個百分比 那麼1到8月呢他們的累積盈雨已經達到0.54億 那麼我們會持續扮演好監理的工作 協助高雄捷運呢能夠進入到下一個階段正常的運營的品質 那麼另外在輪船的部分呢我們也全面提升輪船公司服務品質 那麼在渡輪的部分呢我們1到8月的營收 較去年同期整個成長了14個百分比 另外因為我們在假日實施燃油機車管制的措施 那麼整個空氣污染也在輪渡站附近呢也降低了61個百分比 另外我們也積極的汰換我們的渡輪 目前要新購兩艘電力驅動的渡輪 那麼這個部分呢也獲得了我們環保署以及我們環保基金的一個挹注 另外我們太陽能船為了提升它的服務品質跟效率 我們從6月起也委託給民間的公司 每一年呢可以為市府收到每年固定的權利金1500萬 以及變動的營運權利金 那麼另外我們也積極的協助觀光需求 在星光碼頭跟騎金之間開闢了星光騎金的航線 那麼希望呢這樣的一個新的航線 能夠增加在不同的旅遊站點之間的運輸 那另外呢我們也積極的規劃多元的計程車方案 那麼在無障礙計程車部分呢 我們已經從原來的71輛目前運營的狀況呢 希望能夠爭取交通部的經費補助 到明年達到180輛的目標來邁進 另外我們也利用小房就是我們的計程車來代替公車 在偏遠的地區呢來提供公共運輸的服務 這個運量呢比原來公車所提供的服務呢可以成長10倍之多 那麼另外我們也積極的推動計程車的共乘計畫 那麼譬如說我們9月份在正修科大所提供的這個學子的計程車共乘計畫 那麼目前的運量呢大幅的成長 在10月目前看起來跟9月的比較呢成長的6倍 我們也希望將這樣的一個服務呢推動到其他的大學裡面 另外整個我們在計程車的這個創新服務方面呢 也獲得了交通部相當的肯定 那麼交通部長呢也親自來我們高雄市來視察 那麼也要求交通部呢將我們的成功案例 能夠推薦給其他縣市來做觀摩應用 接下來是第三部分我們貼心的交通安全的部分呢 我們持續進行易造式地點的安全防治 那麼目前呢我們在A1事故的部分 相較於1到9月相較於去年 我們總共減少了7人 我們希望到年底之前可以達成我們所設定 以及交通部的目標 175人以下 也就是104個百分比也就是168人 那麼在A1跟A2的商丸人數方面呢 我們在1到7月相較於去年同期 也有顯著的減少1600人左右 我們也期待這樣的一個成績呢 能夠盡量再擴大到年底 那另外在智慧運輸系統部分呢 我們也提供了即時的交通資訊 那麼特別是針對降低輕軌運行 對於橫交之道的交通衝擊呢 我們也做了相關的 這是道路耗置控制策略的這一個方案 那麼今年度起呢 我們也針對每一次連續假日 可能會造成使用者用路人資訊不足 而在出遊的時候產生道路擁擠的不便 我們在連續假日之前呢 都會針對過去的資料 大數據裡面呢 去預測整個連續假期 特別特殊路段擁設的這個時段 讓我們的用路人來做參考 另外我們也積極辦理創新的交通工程 那麼包含呢 積極引入的創新交通設施 譬如目前我們在重要的一些地點裡面呢 會希望能夠畫設標線型人行道 以及增設太陽能閃光標誌 來彌補我們一般相關這個 道路設施交通安全部分的不足 那麼另外我們也持續進行 道路交通耗置標誌標線的維護管理 接下來是第四部分 我們在友善停車管理的部分 今年1到8月為止 我們本市總共目前新增設的 汽車停車格位有2213格 那麼機車停車位共2695格 我們希望在空間可行的範圍之下呢 我們也能夠持續來提供充足的停車位 給我們市民來使用 那麼另外呢 在品質部分我們也希望 導入智慧停車的概念 105年我們耿續的推動 入外停車場來委託民間來經營 除了委託民間經營之外 我們也要求這些停車場呢 需要設置車牌辨識 車位在席的偵測及尋車導引系統 並且能夠整合一卡通電子票證的付費機制 來營造友善智慧的停車環境 另外在整個停車秩序的整理呢 我們長期以來已經有一個成熟的 這一個委外脫掉的作業系統 那麼針對微停的車輛 採取舉發為主 脫掉為輔 也在本會裡面呢 議員的支持之下 建立了本市八大脫掉執行的項目 那目前呢 整個脫掉的 以及停車的管理資訊呢 都在良好的狀況當中 那麼另外我們也積極的 福島 校園跟商辦大樓 能夠釋出他們 控閒的這個公共停車空間 那麼透過公司的合力 來增加本市停車空間的不足 另外我們也積極的結合 民間資源來投資興建多功能的 立體停車場 特別是在停車需求比較高的區塊 我們希望能夠優先來推動 立體停車場BOT的計畫 那麼今年度呢 我們優先推動在古山地區 凹子底公有停車場 以及左營區 辛亥公有停車場的 這一個BOT興建計畫 那麼未來五年我們有五年的興建計畫 會持續來推動 另外呢我們也規劃設置本市特有的 大型貨車停車的需求 特別是在大平頂 我們利用了公部門的用地 包含G7公8公9以及文小3等用地呢 設置的大型車的這個停車場 那麼另外我們也積極的推廣綠色運具的使用 那麼讓民眾使用這個自行車的時候呢 能夠有更便捷更舒適的停車空間 那麼因此呢 我們除了持續維護自行車停車架設置 跟相關的這個汰換工作之外呢 今年度我們從9月2號也開工了 在小港轉運站附近呢 興建了我們本市第一個自行車立體停車場 預計在12月底就可以完工 希望能夠透過便捷舒適安全的停車環境 能夠鼓勵我們的市民多多利用自行車 還有低碳運具來進行城市裡面的交通運輸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整個施政的成果 那未來整個施政的重點呢 我們還是一樣耿續永續綠交通的施政目標 在可靠性、在生態性、效率性、便捷性、整合性等 五大次目標的架構之下 推動各項計畫 那麼特別是要跟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報告 從今年到明年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施政重點 就是在生態的交通面向上 我們要好好的籌辦這個2017年的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那麼也要推動整個城市的電動共享汽車的計畫 那麼透過這個先進的交通運輸的概念 能夠來帶動其他五個面向目標的同時達成 那麼以上就是整個交通局的施政業務的報告 那麼敬請我們大會的所有議員女士先生給予交通局不令的指證 那麼希望透過議員的指證之下呢 我們可以營造更好的交通運輸的環境 那麼再次感謝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謝謝 謝謝陳局長的報告 那接下來是我們捷運局吳局長的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陳召集人 各位議員先進媒體朋友以及市民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在業務報告之前容我先依序介紹我們捷運工程局的團隊的夥伴 那首先是我們副局長周德立副局長 鍾理榮副局長 鍾理榮副局長 施美美總工程師 我們中規科林秒基科長 公管科洪正豐科長 系統科簡聖民科長 陸權科王然興科長 會計市胡祥蓮主任 資訓市李國寶主任 秘書市胡憲正主任 人事市謝惠文主任 以及我們政風市宋客方主任 接續就由我來報告整個捷運工程局的業務報告 捷運建設本身必須從規劃作業開始 然後進行工程的推進 之後才有辦法去進行營運的作為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們經費的籌措 我們將依序向各位議員報告 最後提出我們的未來努力的一個方向 在整個規劃作業部分 目前整體路完部分 我們已經建構完成 主要是在我們洪局兩線 水岸輕軌跟岡山路逐延伸線的基礎上 我們建構了都位延伸環 四連結東西南北環及跨域延伸線 讓高雄的發展部分 可以進行內具與外影的一個發展 同時我們經由經濟效益跟財務指標的一個試算 我們也評定出我們的優先路線部分 含掛了都位延伸環 鳳山本管線跟民族高鐵線 那這些完成之後可以進過我們雙軸雙環的部分 那同時我們也針對自常性不足的一個 這些相關路線部分 我們希望以公共運輸部分先行養量 同時也配合周邊的開發 讓運量提升後 然後再來評估升級為軌道運輸系統 那在我們剛才路逐延伸線部分 行政院核定部分有分為第一階段跟第二階段 那目前第一階段部分 綜合規劃報告部分已經由交通部審核完畢 在10月7號也由交通部寒轉行政院核定中 那第二階段部分 岡山路逐延伸線這一部分 從岡山車站到湖內大屋站 這一部分的可行性研究部分 也在10月17號由交通部審核完畢 那同時寒轉行政院的一個核定 那除此之外 我們接下來要建構的部分 是我們一環二連結的部分 針對我們的路往可行性裡面 經濟可行跟財務可行的部分 那我們建構的一環二連結 那一環二連結部分 主要可以連結亞洲新灣區 我們山明跟鳳山、五甲、陳青湖、高鐵站 那甚至可以連結長庚醫院 以及我們高一、榮總 那甚至可以讓我們的四維行政中心 鳳山行政中心跟我們市議會部分 可以串結在一起 那這個系統建設完成之後 可以讓我們的轉秤站 從10站增加到26站 核心區的網格密度部分 也可以500公尺部分 可以到達車站 那目前的可行性研究八卦部分 也在9月2號寒送交通部 那目前交通部也交由高鐵局 在9月23號部分 進行相關的審查作業加速推進 那這些路網的一個建設部分 那我們也曾在9月13號 那拜會國安會 曾旭正副主委 那希望藉由他的支持 讓我們所有這些路網的建設部分 可以更為順遂 那接續是有關工程的推進部分 那目前工程推進部分 我們環轉輕軌整體路網部分 即分為兩階段 那第一階段部分 從希望的離子內站 到西十四哈馬興站 那這一部分 行政院核定的期程 是必須在明年6月完工 那我們為了讓民眾可以提前搭乘 那所以我目前努力的目標是 希望在明年就例年前 那可以出旅刊通車 讓我們希望到西四 水岸輕軌部分 可以提早讓民眾來予以搭乘 那第二階段部分 C14到C37的部分 那行政院核定的期程 是在108年12月完工 第一階段的輕軌 在我們環轉輕軌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輕軌機場部分 那目前輕軌機場部分 我們所有設施 都已建置完成 那同時也在藉由一階的部分 我們在進行運作的部分 那第一階段部分 我們C1到C8路段 那C1到C8路段都已經完成 那同時也開始在通車營運 從C8第一階段 從C8以後到我們愛河橋 東引段部分 那到東引到 這一個路段部分 路廊軌道部分 目前也將鋪軌完成 那其中有寒瓜C9跟C10車站 那這一部分 我們在近期部分 將會完成相關的這些設施 接續會在我們愛河橋的高架段部分 那目前我們愛河橋 高架段部分 我們的鋼構都已經全部完成 這一部分是我們最困難的部分 那在完成之後 我們接續已經在進行 我們橋面板的施作跟鋪軌的作為 那同時C11的高架段 高架車站部分也加速在推進之中 那過了高架段之後 就接續下來到我們C12到14這一段 也就是在我們柏二路段 這一個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們再加緊 我們整個地盤的改良 那這全部的工程部分 我們預計 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鋪軌 那同時進行系統測試 那希望可以在明年就例年前 那可以來進行出旅刊通車的部分 那接續的部分是在我們輕軌 第二階段的工程部分 第二階段的工程部分 我們在工程採購同胞的部分 已經在8月11號進行決標 由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那目前也已經加速進行開始相關的作業 那專案管理跟監照的部分 這一部分也由世西 台灣世西公司來進行得標 那針對第二階段的里程碑部分 設計里程碑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7月8號全部完成 那另外施工的里程碑部分 我們預計先針對C14到C17這一個路段部分 我們預計在107年10月7號 可以交付第一列車上線測試 那整個C17到C37的部分 那回到希望的部分 這一部分 那我們預計在108年10月25號 那可以交付營運出旅刊的相關作為 那接下來是 我們洪居兩線部分都已經完成 但是其中有一段 就是配合台鐵鐵路地下化 高雄火車站的部分 那也就是我們C11 目前是臨時站 那我們將把它轉成 永久站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 有兩個階段的工程 第一階段的工程部分 是軌道工程部分 結彎取值 目前都已經完成 那第二階段的部分 也有在105年7月的部分 那由鐵工局部分 交付給我們進行車站 永久車站的設置 那永久車站的設置部分 目前細設已完成 那我們目前也進行 整個進場施工的部分 那針對土建電梯相關的 這些作為部分 我們可以配合台鐵地下化 騎乘完成 同時切換永久站的一個營運 那還有就是我們衛武營的部分 衛武營聯通道 我們希望藉由衛武營三號車站出口 然後進行連結 未來可以直接藉由聯通道 就可以進入我們衛武營的一個 文化園區的部分 那目前所有工程部分都已完成 同時在7月18號 驗縮完成之後 移交給衛武營文化園區接管 那可以配合衛武營的營運部分 來進行使用 那有關營運的部分 目前我們的營運路段部分 是從西萬到西八的部分 那西萬到西八 目前營運的時段 從早上7點到晚上9點 營運的半季部分 接風時間10分鐘 離風時間15分鐘 那這一部分 目前我們的營運部分 我們曾經針對營運期間 那針對乘客的滿意度調查 從今年的8月5號到8月9號 我們進行滿意度調查部分 那有98.99%的部分 都滿意我們所有輕軌設施的一個使用 那同時我們也對於相關的廣告 那整個視線的問題也進行調查 那這些其實民眾 對於這一部分的滿意度 都相當的高 那我們會接續進行這些相關 配合未來的營運 那也會進行後續的一個滿意度調查 然後來調整我們所有相關營運的一個模式 那另外在整個輕軌營運開始 至今這一段時間裡面 目前有外國團體13團 本國團體有54團 那在67團裡面 總共有3469人 然後曾經造訪我們輕軌的營運的部分 那對於整個城市行銷 跟整個輕軌的一個專業建設部分 那會是對高雄而言 會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那同時在這營運過程裡面 我們的營運運量的部分 我們從一開始 兩萬八千多人 那其實到了一百零五年六月 也就是說我們C萬到西市這一段的營運部分 那累積已經到了二十一萬 那我們怎麼從趨勢圖裡面看得出來 我們C八六月開始加入營運之後 其實整個總體營運量部分就快速成長 在短短的四個月期間 已經提升到四十四萬五千多人 那未來C八然後我們接續到C十四 也就是說明天過年前 那這一段其實我們也可以預計到 未來的營運的營運量部分 會再快速的一個提升 那輕軌本身其實因為我們是有部分路段 我們才B型路權 所以有些路段部分 會是跟平面交通有所交織 那因此我們對於平面交通用路人的一個反應部分 我們也很審慎的然後積極去營運調整跟修正 那所以在我們C萬到C八 我們從C萬到C四開始營運的時候 那在開始營運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一個月就接到有七十件的一個民眾的陳情 那我們針對陳情的所反應的部分 相關的反應部分讓我們開始進行調整 那些調整之後就持續下降 那到今年九月的時候 那也只有十件的部分 那所以整個問題部分 其實民眾用路人部分 對於整個路口的一個交通反應部分 那不斷的我們不斷的在做調整跟修正 那其實也可以看得出來 有相當大的一個調整 那輕軌本身在國外 輕軌小孩子其實睜開眼睛就看到輕軌的運作 但是在台灣 那我們輕軌部分其實是後續再加進來的一個運聚模式 那因此對於整個紮根的部分就顯得特別重要 那因此我們對於輕軌紮根融入生活部分 我們也特別的重視 同時進行相關的一個活動的作為 那我們舉辦了小小站長 那同時也針對學齡前的兒童參訪的輕軌的部分 那同時配合高音音大的夏立營等這些相關措施 那來提升對於輕軌 市民對於輕軌的一個認知跟認同 那同時我們也強化了多樣化的一個輕軌服務 那規劃配合我們文化局部分規劃了 我們可以在每一站配合QR Code的部分 然後去了解到每一站的情形 美食養生相關的故事 這些資訊的提供 那甚至每一站裡面都有一本好書 可以供我們輕軌的乘客進行閱讀的部分 那最後是有關 另外就是有關我們經費稠措的部分 那因為輕軌建設本身 其實所費經費相當龐大 那因此我們必須針對經費稠措的部分 然後訂定相關的運作機制 所以我們成立了土開基金 那土開基金的部分 我們自償性的經費來源 跟開發所需的部分 我們主要來自於三個面向 那針對市有地的土地座駕部分 那我們配合整個廠站周邊的開發 那進行整個這些土地座駕的一個開發跟開發 那另外還有就是針對TOD的部分 就是我們配合增額容積 那因為輕軌建設引入之後 其實該地區的容積可以再做提升 那我們進行整個增額容積的一個回收 整個都市要變更的一個回饋的部分 那同時輕軌引入之後 會帶動整個周邊地價稅收的一個增加 那這一部分的增加部分 也會回到我們輕軌建設基金裡面來 那所以會有稅收增額的部分 那針對這三部分 三部分部分我們目前 整個增額容積輸轉的部分 因為這一部分必須藉由都市要的變更 那才能融入整個輕軌的一個建設經費 那目前都市要變更案正由我們 高雄市都市要委員會審議中 誰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聚以執行 那有關稅收租稅增額的部分 我們預計在104年開始到133年 那這個實施期間裡面 我們預計可以收益 12.55億 那來預祝我們整個輕軌的一個滯長 那除此之外我們配合土地座駕的部分 那土地座駕的部分 目前市府土地座駕部分有45.4公頃 那座駕的限制部分也達90.38億 那目前我們也針對這些土地座駕的部分 那進行相關的土地開發 那因為這些土地座駕部分 有絕大部分都屬於公共設施的部分 那因此我們必須藉由都市要的變更 那之後再進行土地開發跟處分的相關作為 那我們也積極在推進這些相關的作業部分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捷運沿線 紅巨兩線裡面的機場自償性土地的開發部分 那首先是我們藍機場部分 藍機場部分目前在大魯閣加入營運之後 那不管不論是在我們經濟財務運量 跟周邊發展部分都有相當的注意 對於整個都市的成長發展的部分 其實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忙 那除了我們整個藍機場之外 我們的北機場 那北機場部分我們在七月十三號也以高一 簽訂三方契約 那高一的引入可以帶動我們北高雄部分的 醫療水準的一個提升 那大寮組機場部分除了現有的舊政男 何溫馨公司之外 那目前還有新的一個公司 然後在談整個大寮機場的一個開發的作為 那最後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部分 我們經由整個市營運輕軌通車之後 市營運體驗 我們希望讓市民可以讓整個營運模式來符合市民的需求 那同時還有就是面臨到我們用路人跟輕軌共用路權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讓市民彼此間做一個好的一個融合 那另外在整個輕軌第二階段的施工設計 這一些接續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串接我們捷運紅橘兩線台鐵路網 那讓高雄其實可以進入一個綠色運輸的一個時代 那同時我們也積極在辦理 鋼山路主沿線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行政院核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讓路主科學園區的科技軸帶 紅線的部分那可以串接完成 未來紅橘兩線 紅線的產業軸線 跟橘線的文創軸線 那這時其實可以配合輕軌的一個 環線輕軌的一個連結 那這讓我們所有產業部分可以更爭完善 強化整個人流的一個機制 那另外就是我們整體路網部分 整體路網部分我們完成之後 又對經濟跟財務可行的 都會延伸環一環二連機裡面 那這一段我們也報行政院 我們希望藉由這一段的一個建構 那讓高雄的捷運路網部分更為綿密 那同時最後是我們整個開發原線的部分 那原線的土地 我們希望藉由這一部分的開發 一方面可以強化經費的籌措 同時可以提升所有整體都市周邊的一個發展 那帶動整個高雄成為永續的城市 那以上報告 那盡情各位議員能給予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檢疫局吳局長的業務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我們交通部門 各位委員議員的質詢 那每個人發言時間是20分鐘 那登記第一位的是我們第二召集人 簡幻中檢議員 好 質詢時間2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那交通部門的各位官員 大家早 好 我第一個議題是針對觀光局 那我想剛才也有聽到局長在業務簡報裡面 也有特別針對穆斯林的朋友 然後要在高雄我們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 來做一些努力 那我想以高雄來說 高雄的清真寺是在1949年建立的 他民國38年 我們就蓋了全國第二座的清真寺 那其實在高雄 我們在富鼎金有一個回教專用的牧區 它是提供給嘉義以南 以及花東地區的穆斯林朋友 陪他們走完人生中最後一段的道路 那我想過去局長也擔任過民政局長 對穆斯林的朋友我想 包括金董事長那邊 都很熟悉 那我現在我們來看其他縣市 目前整個針對新政府的南向政策 其他縣市大家所做的努力 我們看到雲林縣 他們有簽訂一個 清真產業的發展合作備忘錄 然後再來台中 他也看準了 全球的16億的穆斯林人的一個商機 然後都在推所謂的清真認證 好 接著 台南他們跟馬來西亞 簽訂清真發展備忘錄 在這邊我也要特別提到了 我們高雄的清真市 是馬來西亞的旅行團 他們要來高雄 他們會去參觀 這其實代表什麼 其實台灣的歷史沒有很長 可是我們在民國38年 為了我們這邊穆斯林的朋友 我們特別有全台第二座的清真市 在高雄 其實也彰顯了高雄是一個多元 而且是可以多元文化 可以共存的一個城市 然後緊接著其實 高雄市的經發局也為了新南向政策 然後去辦一個大碼的三恰會 那高雄市觀光局也有努力 也推出了所謂的 專屬穆斯林的專屬的假期 那可是我們來看到 剛才局長也有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目前 整個穆斯林的認證的餐廳 跟旅館 我們真的有不足 像台北有29家 那高雄就只有3家 甚至連台南台中都贏過高雄 所以說這部分剛才局長也有講到 我們開始做一些協助我們的產業 來做一些認證 因為畢竟 只要有清真認證的話 其實可以提供給這些穆斯林朋友 不管是在他們飲食上 居宿上 不會違背他們一些教育 那這也是彰顯高雄 對於穆斯林朋友一個友善的態度 那所以 針對清真友善觀光 以及是不是我們繼續這樣做下去 可以吸引穆斯林的朋友 來高雄觀光 我想這部分是不是請局長回答一下 我們有怎樣的規劃跟想法 來 曾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趙吉仁 謝謝檢議員 那我想 這是雞生蛋單身雞的問題 因為我們要推動穆斯林的旅遊 當然要對穆斯林的旅遊的環境 要非常的友善 他才願意來 但是呢 我們的業者要投入去建置 所謂的清真認證 或者是穆斯林友善環境的同時 他們要投入成本 那投入成本同時 他們也希望能夠有來客量 他們才願意投入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觀光局扮演一個平臺 我們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部分 我們先舉辦這個說明會 讓我們很多的業者了解 如果進行這個清真認證的話 那最少我們要投入多少成本 包括他不只是認證 他還有這個友善認證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先辦這個說明會 目前呢我們辦這個說明會 有200個位這個業者來參加 那我們已經有收集這個資料呢 有8家的業者呢 有意願要投入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積極輔導 第二個部分呢 我想在輔導的過程裡面 需要政府部門在這個建置的過程 投入一些資源來協助他們 包括補助的方案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跟中央呢 有積極的配合 了解中央對於業者的補助方案 是什麼 那我們來成立一個平臺 對於我們的業者 在這個認證的過程 需要多少的資源 我們來協助他們 那未來努力的方向 當然我想最重要的 還是我剛剛提到的 對於業者的這個輔導的部分 其實資料上對於飯店是3家 但是我們如果加入我們的清真室 其實是有4家 但是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還是願意再提供給我們的業者更多的協助 那我想接下來呢 我們對於這個八家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積極輔導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公部門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跟清真室的一些合作 另外在旅遊景點的部分 我們會先優先推出 對於穆斯林友善環境的建制 比如我剛剛所提到的 他的祈禱式 或者是我們指向阿拉的方向的 祈禱方向的指標 另外還有就是我們的相關的這個 靜夏設施的設置 所以這些呢 我們都積極在建制中 好 謝謝局長 因為局長請坐 因為我剛才看到 整個業務報告裡面 就來高雄成長前三名 第一個是新加坡 第二個是馬來西亞 那我相信 這兩個國家裡面 一定有很多穆斯林的朋友 接下來問題就是請教交通局長 那我問完之後再請局長一併回答 第一個問題 這邊是擴建路 這邊是新生路 在市長市政總之群的時候 我是針對金輔路跟新生路的定制路口 那這邊也是一個定制路口 那這部分其實就是有一天 我車子拋錨 我禮拜六 我騎機車 因為又遇到觀光客比較多 我想說我要從中桌坐督輪 從前鎮坐督輪去中桌 所以我騎機車來這邊 我發現到這個代轉區秒數是99秒 這99秒就算了 那剛好那時候遇到大貨車 貨櫃車 他們要進去那個 要進去中桌 所以他們在這裡代轉的時候 他們不會輪到機車 就是貨櫃車一直這樣切進來 然後這邊秒數又準時機 所以我等了兩個909秒 我後來也受不了 我就騎了摩托車從這邊 從這路口再回轉過去 然後再去前鎮輪路站去坐機車 那這邊再請局長回答一下 就是是不是請通人去看一下 尤其是上下班時間 那邊機車完全轉不過去 然後再來一樣 就是說我一直從 單選議員之後 一直所關心的 騎經跟古山之間渡輪的問題 然後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就是說 騎經輪路站的第三頓船區 什麼時候完工 因為那頓船區完工之後 如果配合新船的建置 其實可以有效的去疏散整個 其實已經等候船隻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 市長在上一次總質詢的時候 答應我這邊 就是說可以建造兩艘新的渡輪 我想了解一下 這渡輪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然後可以正式的去運載旅客 那接著我還是要貼請一下局長 就是說 最近我們 那個船隻是不是容易拋錨 這個問題可能請局長回答一下 因為大概 大概從他們的臉書那 以及就是說很多居民跟我反映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是船隻老舊 是不是在這段前天 是不是還有一些因應的措施 如果真的船隻拋錨的話 我會覺得是不是可以請輪路上的同仁 可以在臉書上面也好 一些通路上面也好 然後提早的告訴其境居民 好 接著 就是 古山瑞峰社區的一個停車空間 這邊是那個瑞峰市場 然後這邊是華龍路 這邊是華泰路 那這邊有一塊停車場用地 那基本上我在這用地 我在去年我有辦過一場會堪的 那其實我比較期待 也是感謝局長 因為在去年 我跟李超柔議員 我們也去拉巴堆 也是針對停車場的部分 去跟你反映 那也謝謝你 把它列入為整個市政計畫裡面 那這部分的話 因為整個瑞峰社區 它是一個比較屬於傳統的一個老舊社區 那可是它的大樓大概都六七層樓 它不像目前整個新蓋的大樓 都有所謂停車空間 所以 基本上 這邊的停車的空間是不足的 是不足的 那尤其是瑞峰市場旁邊這一塊的停車用地 它目前的現狀是這樣子 用圍裡圍起來 其實裡面 說真的啦 有點髒亂 就是說包括老鼠 包括很多蟲都會躲在裡面 那其實 當地居民也是不斷的反映 那 我想 這一塊 我所了解也是有好幾個地主 那是不是我們有機會也可以跟那些地主來合作 來去開發這樣子 因為 第一個也當然是請交通局去線上去看嘛 看有沒有那個需要 那 基本上民眾跟我反映是有 那第二個部分是不是有機會可以跟這些地主合作 大家可以來 共同來開發這一塊停車產用地 那 那第一個 可以解決當地的停車的問題 那 第二個 也可以讓那些地主委會覺得 就是說 我跟政府合作 毕竟這個土地搬了幾十年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他們也 也不能使用 因為是停車產用力 又放在那裡 那是不是有這樣的空間跟機會 那以上問題是請交通局長做個回應 來 陳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趙基人 謝謝簡議員 在輪度站還有我們交通號制 還有這個停車空間上面的一個關心 那首先我先回答議員有關瑞峰社區 這個華泰路上面這個用地 停車的用地 那也感謝議員也曾經辦理會堪 那事實上這個用地呢 它是有私有地 國產署 還有私人的地主的用地 那確實那個地方有這個停車的需求 那但是在過去的協調裡面 我們也曾經詢問過這些私有地主的意願 那其中還有少部分人還沒有同意 因為總共有11位地主 那其中有兩位不同意 那六位是同意 三位他不置可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來 跟這個反對的地主呢 來持續溝通 那麼過程裡面也可能需要在議員 再協助我們 看能夠把這個事情做一個比較好的推進 那另外在杜倫的部分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目前有關這個第三噸船的進度 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發包在進行當中 那大概今年年底到明年1月會完工 完工以後會拖到這個現場 預計希望能夠在春節之前 就能夠把它上線 能夠讓春節的整個輸運 有一個比較嶄新的服務品質 那另外市長也曾經承諾過監獄員 要做渡輪的渡換 目前我們是希望能夠渡換成是電動的渡輪 其中第一燒今年也已經在10月已經順利的發包出去 那目前正在做這個航港局的船內 那個興建的這個計畫的審核 預計在11月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正式進入到船舶的興建 這個部分大概要一年的時間 所以會在明年11月左右 會加入 那麼另外議員所關心的第二艘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2月 就會開始進行整個招標的程序 那麼大概也是一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透過不同階段的這個新造的電動渡輪的引進 那麼可以增加我們在 所以這兩艘渡輪就是一艘是106年底 一艘是107年底 差不多差不多是這樣 那另外我們同時現在也在改造一艘這個小的渡輪 變成是電動的 那麼這個部分呢 預計也是在今年年底1月初就可以加入營運 回來營運 那麼這個當然也是因為我們目前有一些稅修 還有在在渡輪的改造電動的這個 這個情況之下 造成我們平常如果有老舊的渡輪剛好故障 在調度上面會確實比較麻煩一點 那不過稅修的渡輪 在這個禮拜的禮拜五以前就會回復回來 所以應該在整個輸運的過程裡面 還可以維持到民眾的需求 當然這過程裡面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應該要主動的跟當地的民眾進行更好的溝通 那第一件事情是有關這個擴建路跟新生路口那個 秒數過長的部分 因為那個地方確實是我們主要貨櫃運輸很重要的一個路口 那當然在秒數的設計上我們最好能夠盡量不要那麼長 那特殊的路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確實會造成一些其他 像議員所使用的機車族群會比較受到影響 那不過我們盡量能夠在這個尖峰時段跟非尖峰時段 所以這部分再請局長這邊做協助 好 我們來看看怎麼樣做優化的改進 好 謝謝局長 局長請坐 好 第三個 我還是想問一下我們那個捷運局 就是說目前整個第一階段的輕軌 已經進場到延城跟哈馬興了 那其實民眾也是很期待 我們輕軌第一段工程到底 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什麼時候可以通車 好 那第二個部分 那我想第二階段的輕軌的工程 我想捷運局這邊其實也很認真 你們也有先去地方跟民眾做一些說明會 好 告訴他們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一些問題 包括整個靈感線往北的部分 會經過一些民宅的部分 那我想這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回應一下 因為當地的民眾也是比較期待說 樂見於輕軌經過他們家的後面 就像過去靈感線一樣 因為是不一樣的 那輕軌過去來講的話他們是充滿了期待 那不過在輕軌的沿線的相關的民房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捷運局在施工的過程中 可以降低最低的程度 去損害到當地民眾的一個財場 所以說這部分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 那捷運局長就是說我們的輕軌第一階段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完全的通車 那第二個階段的工程什麼時候開始 那可能要請局長跟得標的產商去協調一下 是不是可以將民眾的影響降到最低 這樣部分請捷運局長做個回應 來 捷運局 吳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感謝檢議員 我們第一階段部分 行政院核定的期程是在明年六月底 那但是我們目前把他設定的目標是 我們希望在明年春節前 然後我們可以到七十四 那處理看通車的部分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有信心嗎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設定的部分都是這樣 暗部就班的在進行 而且我們其實 你如果過那個哈馬仙附近那裡 我都會看到我們暗日的時間 這部門其實我們也盡量就是降低對民眾的擾民的部分 那把那些晚上比較不會影響的 產生噪音的部分 那我們再晚上試做 那其他部分我們盡量利用白天的時間 所以局長是期待第一階段的話 如果按照你們的期程就是 有信心在明年春節前通車嗎 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那第二階段的部分 第二階段的工程 我們已經發發出去 中甘公司已經得標 然後同時也開始進行設計的階段 那這些設計階段部分 所以我們初步會在107年的部分 那十月部分它要第一列車在C17 C14到C17這段 要第一列車要上線測試 那第二部分 整個C17 那個營運通車部分 這一段 因為我們也受到 鐵路地下化的影響 所以我們第一期的部分 會先通車到C17的部分 那讓整個大藍線的部分 不受影響的這大藍線部分 可以先行通車 所以我們預計 到77的部分 大藍線的部分 是在108年3月30號 那我們會進行出旅刊的部分 所以一家 剛才檢驗也有說到 其實在我們基設階段 基本設計階段部分 我們當時考慮的是在台鐵的景觀用地上面 那但是景觀用地上面 我們在機設上面 其實也發現了有一些抵觸戶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的抵觸戶的部分 也感謝我們檢驗員的關心 檢驗員把多次提出 然後希望我們是不是可以 確保民眾權益的部分 那當然這裡 所以我們在這個面向部分 我們會在細設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機設料 還有中鋼的細部設計 那細部設計的部分 我們會在整個行車安全的範圍內 在這個環圍裡面 那我們會盡量把抵觸的部分降到最低 那我們會把這一個範圍 是第一重要的一個要點 這一個方向所在 所以盡量不要去聽 我們那個 無關是鐵道景觀用地上面的部分 但是我們還是會做適度的修正去調整 然後盡量避免 對於我們民房的一個抵觸 拆除的一個影響 那來確保民眾居住的部分 我想這部分可能要 真的再提醒一下捷運局 就是說可以把民眾的影響降到最低 那拜託捷運局這樣子 好 局長請坐 好 主席我的質詢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簡言議員 我們第二召集人 那再過來是黃紹婷 黃議員 時間2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們交通部門所有的局長 和我們的客席主管 大家早上 我今天有幾個議題跟大家來做個討論 跟探討 我想觀光產業 是一個我們21世紀 一個無煙沖的產業 那差不多 我看世界各國 包括我們台灣很多地方 都說在拼觀光 高雄早期都是一個工業三次 市長 我們市長在高雄服務 要到11年 他一直說 我們就是要 這個轉型 高雄市要轉型 但是我在這裡我也希望說 我們市長要真的是做轉型的動作 不是大家可以選團轉型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就這個議題 也想要去我們的主管機關 來做一個探討 尤其是我今天要說的呢 就是遊艇 我們高雄市這個高雄港 可以說條件非常地好 它是個清水港 也就是說 高雄港和高雄市是沿著火的 所以在世界各國裡面 這種地方 要做一個遊艇買頭 是非常好的一個條件 我們市長 其實你看 在民國99年 他在做年齡的時候 他就說他選擇 他要打擾我們高雄市 是一個遊艇的不一樣 重點是讓我們高雄散熱 可以有一個新的火水 結果2014年 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又辦一個 所謂的亞洲這個遊艇論壇 市長在開幕式的時候就說 高雄要出行 高雄要開始開鎮了 但是我不知道鎮是開去 2016年今年而已 我們市長 還有帶我們局處的相關 這個單位 去英國的時候 利物浦 因為利物浦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港口 他這個遊艇 遊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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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真好 所以說 市長說 我們要購入一些 理物浦 他的遊艇 快把高雄 搭造成一個遊艇的 叫我們那個 觀光局的曾局長 我們今年106年 105年 到現在為止 我們高雄 港郵輪 靠港的 或者 全部的旅士 人次有多少人 局長你簡單答覆一下 公公局長 請答覆 謝謝召集人 謝謝黃議員 目前呢 今年停靠的部分 我們有 人次 3萬5千7百 4477人次 3萬5千多人 對 3萬5千多人 去年104年呢 104年 總共有 12萬7757人次 12萬喔 今年3萬多 對 局長現在一定 10月份 要不要剩兩顆 要趕緊拼喔 104年是 12萬 103年呢 我們再往前推一年 103年是 13萬3千7百 38人次 13萬3千多啦 局長說 你都有做功課嘛 可是問題是 這個數據看起來 你看一下 你剛才自己念的數字 我們高雄港 郵輪 客港 的民主 算是一年比一年比較少啦 這個 我們市長說的 我們高雄市的 三業要專業 高雄港 這麼好 四街 各國 早逃逃 說要把高雄港 200年啦 到現在為止 我們一共多少的人次 因為郵輪路進到高雄市 有多少人次 局長 這個要算一下 大概就好了 你現在已經三年了嘛 這三年加一加 大概是 二十幾萬 大概將近三十萬嘛 差不多 對 十三萬 二十幾萬 二十 到一百零三年嘛 議員是說到一百零三年 一百年到今天 一百年到現在啊 大概接近三十萬左右吧 三十萬人次啊 差不多三十萬人次左右 對啦 那 這個我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高雄港 國際郵輪停靠人次 減少了原因 你覺得原因 越來越少的原因在哪裡 好 你解釋 我跟議員報告 從一百年開始 其實停靠的燒次 大概是十幾燒啦 那到了一百零四年 當然有沒有 在一百零三年 一百零四年 有大幅增加到四十六燒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都很清楚 它是立新郵輪 在這個高雄港這個停靠 那到今年 因為立新郵輪 沒有到高雄港這邊來 所以我們也是恢復到 到十三燒左右的 這樣的停靠數 所以我想這個人數的減少 當然我們未來 這個郵輪的觀光 一定是我們推動的重點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整個港口附近 這個也跟港務公司 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們整個港口環境的建置 要非常的友善 包括旅運大樓的 興建的這個速度 所以它才會對我們整個 郵輪的觀光的部分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 加分的效果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未來也是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推動的重點 局長你認為是高雄港的 停泊的環境不夠友善 這個環境的部分 當然如果能大幅提升的話 造成那個立新郵輪會離開 不是這樣的 立新郵輪的離開 我不清楚為什麼立新郵輪不來 不來停靠 因為立新郵輪的性質 跟我們所謂其他的 郵輪的公司的性質 是比較不太一樣的 什麼樣的性質不一樣 停靠還有分性質不一樣 呃 郵輪它 有港的這個 它的油程的設計啊 當然會有不一樣的 對 所以立新郵輪為什麼不來 這個部分我想也 因為它沒有來停靠 去年有46艘 好 今年都沒有來 局長 你都已經講出來了 立新郵輪前三年 帶了十幾萬的人到高雄來 今年忽然不來了 結果你跟我講 你不知道理由 啊來 我帶來 你是新來的局長啦 主管科長是哪一位 讓科長來解釋看看 來 局長你先請坐 好 謝謝 科長 好 議員好 請問你一下 剛才你們局長所謂的立新郵輪 不在高雄港停港了 理由是什麼 你簡單說明就好 簡單就好 好 跟議員報告 因為郵輪它的規劃 就是它有一些 騎乘它可能會到其他的 別的國家或城市 那我們知道立新郵輪 它前兩年都已經在高雄市 那我們有私底下去問立新郵輪 他們可能是規劃到 其他國家的城市去做旅遊 規劃到其他國家啦 科長 你這樣還是在打馬虎眼 到底為什麼人家不來 你就是不肯去找出理由來 在商言商啊 立新郵輪如果載客人到高雄市 他是賺錢的 他為什麼不繼續到高雄市來呢 科長啊 你先請坐 謝謝 局長 你雖然上任不到一年啊 但是你這樣回答我問題 我會替你捏把冷汗 你不是念專業的 我就已經跌了捏把冷汗了 我問你為什麼郵輪人不來 你說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怎麼解決問題啊 我請教你一下 上個會期 你先請坐 上個會期本席在這邊 一樣執行觀光局長 我們的局長 現在已經高升到花蓮 當東部行政中心的執行長 他跟我講了一個理由啊 他說簽證不易啊 所以立青銀行絕對要決定要撤出高雄港 當時你是做副秘書長 你可能沒有坐在議事廳裡面 來科長 這句話你還記得嗎 有還是沒有 簡單說就好 有還是沒有 有嘛 那你請坐 有還跟我打馬虎眼 那簽證是什麼問題呢 那局長你要補充嗎 你知道簽證怎麼解決 不然局長再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 簽證要怎麼解決 來局長你請說 請回答一下 甄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那個召集人 謝謝黃議員 我想的確是簽證的這個問題 當然他不是只有立新郵輪的問題 是所有郵輪的這個部分的問題 所以我想 因為剛剛議員問我是立新郵輪的這個原因 當然我想這個部分 在簽證的部分 我們還在必須要跟中央去做一些爭取 現在進度到哪裡 我們陸陸續續 像我昨天也去拜訪了我們交通部的觀光局的州局長 那我也跟他反映這個問題 所以州局長也會積極的協助我們跟外交部去做一些 這個討論 那局長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你去跟他找了 你昨天也找了中央部會的首長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你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爭取的目標 我們現在當然最希望的就是我們 包括我們的機場的部分也有同樣的問題 簽證又講到機場 你直接講簽證 你要求的是什麼 我們希望能夠這個免簽入境 免簽入境 然後哪些國家免簽 免簽的部分 當然包括東南亞的很多的國家的這個部分 免簽幾天呢 幾天的免簽 我們目前爭取的是三十天 岸上觀光三天的免簽入境 局長你請坐好了啦 你回去功課多做一點啦 我先跟大家報告 我們對方的大陸 這個政治不關的 它是全世界現在輸出觀光課最多的 日本韓國 局長你注意聽好 它本來是三天七十二小時 只要擁有來回機票 到日韓是免簽證的 本來是這樣做喔 今年的十月一號 就上個禮拜而已開始 只要擁有來回機票 到日本韓國 郵輪也好 路徑也好 七天免簽啦 局長 我現在要跟你教說 怎麼把中央撞出啦 不然你說這樣 不搭不搭啊 不知道哪裡要把中央撞出什麼的 人家到靠港的郵輪 他是一天就走了 他到高雄市來 游覽六七個鐘頭就離開 替我們高雄帶來一些光光財 那我們要簽證這麼繁瑣 人家當然不來嘛 所以問你說怎麼突破 你連去跟中央要怎麼談說 要怎麼樣免簽都不清楚 更何況 你開放東南亞免簽 今天我請教一下去年 你講這三十萬 過去這五年 局長你有沒有數字 這三十萬 裡面多少是當天坐郵輪來的啊 來 局長你知道不知道就好啊 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手上沒有這個數字 沒有這個數字嘛 那你請坐 所以說啊 局長 我知道你們都想要發展光光 也想把郵輪做好 市長一而再再而三 當年辦國際研討會 早起人家在取經 結果我們底下是這樣在做事 這難怪我講的嘛 你看我們從前年的十幾萬 去年還稍微下降 今年剩下不到五萬人 市長還說他要做 我們高雄是要做國際的郵輪母港 真的是一笑大方啊 我跟你講 局長我再請教你啊 除了簽證 你認為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你還想得到嗎 我再讓你表現的機會再一次 來 政局長請來 好 謝謝 召集人 謝謝黃議員 當然 目前我們整個郵輪的 這個友善的環境的建置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些這個郵程的規劃的部分 郵程的規劃 對 郵程的規劃 因為他停靠的時間 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因為郵輪到一個港口停靠 我想他的停靠的時間呢 沒有不是像一般的旅遊的 對 就一天嘛 對 那我先請教局長 你提到這個一日遊啦 過去這三十萬來高雄的旅客 請問你一下 排名前三名的一日遊是哪三個地方 來 局長你有沒有資料 手上局長如果沒有來 科長讓你打也可以 科長 你答覆一下 過去這三十萬來過高雄的一日遊的 前三名的一日遊是哪三個地方 跟議員報告 大概是柏二還有孟時代 還有打狗英國領事館 大概都是在周遭的地區 好你請坐 我先問你好等一下 你們有做這方面的調查嗎 有沒有正式的調查 科長 報告議員我們是沒有 就是逐個遊客的一個調查 不過我們大概從接駁 還有那個團客的一個旅遊規劃 大概可以歸納大概差不多熱點 大概是這幾個 你請坐科長 謝謝 局長啊 你注意聽我講 我希望你們做的事情比較可厚 三十萬人已經坐了郵輪到高雄港 下了船 要到哪裡去 高雄市政府都去迎接了 連人家到哪裡去你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規劃 他的一日遊的路線呢 你怎麼知道外國觀光客對台灣 對高雄喜歡的是哪一個點呢 局長在你自己的施政報告裡面寫說 你這邊要 規劃套裝行程 但是照局長你 科長你 你們也沒有一個數字 過去三十萬人 喜歡到哪裡 去了哪裡 有什麼感受 你這個是在做哪一門的市政規劃啊 你如果跟我講第一名是佛光山 三十萬人去了十萬人 第二名是孟時代多少人 我還覺得至少你及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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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得回來我叫長 我為什麼要提這個套裝的旅遊呢 根據業者跟我的表示啊 不是立心啦 你不用秋後算帳 一日遊 為什麼 我先給你看個數字好了 局長你知不知道 一樣坐郵輪 基隆港 今年有多少的人次 來 局長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先考慮這個問題 基隆港今年的郵輪人次 你手上有資料嗎 來 政局長請檔 好 基隆港的這個部分呢 有還是沒有 包括定期不定有 包括定期不定期的部分 差不多是在今年的 想一百零四年啦 一百零四年有三百七十三艘 那多少人次你唸給大家聽一下 五十六萬三千人次 好 你請坐 我大家看一個齁 你把這個資料帶回去給陳市長 台灣的郵輪母港在基隆 不在高雄啊 不要做白日夢 你努力了那麼多年了 我們剛才是三萬五千多人 基隆港今年到九月啊 已經五十三萬多人啊 局長啊 我覺得你們市府團隊還在做白日夢 每天都在那裡說 你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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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收集最該喝該水 很多業者跟我講 他說 議員啊我們不是不到高雄 是客人不到高雄 不是旅行社不願意招攬客人 是旅行社招攬不到客人 所以立新郵輪才走的嘛 我說過了你 我一個旅行社能夠賺錢的路線 我為什麼不做呢 來我簡單講 他說到台北的一日有 101故宮九份前三名 他們都有統計數字 今天你下了郵輪 你今天要到哪裡 他們台北市觀光局 新北市觀光局 基隆市都有這個數據 就是高雄市政府沒有 每天在那裡 整個公司要做郵輪的母港 你這種做怎麼有郵輪的母港 會發生的 是不是啊 所以回過來講 高雄市下了高雄港之後 能夠去的就像科長講的 孟時代 博厄等等 這個能夠吸引多少人 所以局長啊 到底我們能不能開發出 國際型的景點 讓國際觀光客 願意來高雄 真的來這裡玩一天 是不是這樣 我告訴你 我今天跟你討論到這裡是要讓你知道 如果 城市長真的要把高雄市 開發成郵輪的母港 或者 掛這個靠港的 一個大的城市點 如果我們的規劃的旅遊點 不夠吸引人 不夠吸引人 我告訴你們是 噴風的水旗 台無肉 怎麼就沒人會來 都用功的比較快 所以這個 局長啊 我只要跟你這三點 理由告訴你 讓你回去好好的檢討一下 我們的出入境的簽證不方便 我剛才本期已經提了 日韓都已經七天免簽 台灣現在 簽證還很難取得 你們現在是中央地方都是 都已經是完全執政了 我感覺你是沒有藉口了啦 第二個 我們的行銷推廣夠不夠 最後一點就是本期剛才講的 我們的配套路線實在 太不具吸引力啊 不要關在高雄市 一直在說我們的多好多好 我希望你盡量的去改善 局長你最後就我這些建議 你提個意見 看你的看法是什麼 來鄭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召集人 謝謝黃議員 也感謝黃議員提供給我們這些意見 我想這非常的重要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跟公主郵輪號 長期有一些討論 包括經界旅行社 那個張李正勤董事長 我們也積極的有一些開會 我們也建立了一個平台 瞭解業者的需求 至於剛剛議員所提到這個景點的 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虛心接受 接下來我們也可以針對 未來郵輪他們要去的這個景點 我們可以做一個統計 但是我想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除了剛剛議員所列出來的 這些景點以外 我們其實我們的業者 他們很喜歡帶他們的客人 到我們的連池潭 所以連池潭的部分 還有包括佛光山的部分 都是在他們考量 另外我們的業者也積極的開發 他們也提到天台山 也是他們非常想要去的一個景點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積極的去規劃相關的這個旅遊路線 以及呢 這些因為我們其實我們的業者 對於郵輪的觀光的遊程 其實比較在過去呢 南部的這個旅行社是比較不熟悉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跟旅行業者來合作 推出一些觀光的這樣的 郵輪觀光的一些遊程 所以這邊我要具體的也算建議啦 我希望從現在開始到了高雄港的 郵輪的來的觀光客 你都能夠有資料它到底去了哪裡 我看我們的那個研考會 很喜歡做這些民調啊 但是民調好像都是已經設計好的民調 答案都設計好了 不是有題目設計好而已 我希望這種資訊式的 幫助你們在行政上面 可以改良很多的做法的政策的 局長我希望你能夠承諾 從現在開始要開始做 否則本席明年第五個會期 我還是問你相同的問題 到底來了都去了哪個點 那第二個是 現在據本席知道 公主號即將在明年10月份 要以高雄當母港 我時間不夠啦 我想局長你也很清楚這個事情 當母港跟靠灣是不同的概念 靠灣是外國人到台灣來觀光 母港是台灣人出去旅遊 一共有五個行次 時間不夠我就不跟你討論這個問題 我希望既然有業者 願意到高雄來 來開發市場的話 我們高雄市政府不要袖手旁觀 本席講的第二點 行銷推廣 我希望我們市府的相關單位 可以走這些業者好好選團 給香港 給馬來 給泰國的人知道說 有高雄這個社區 有這個可以來做郵輪的地方 這樣可以達到相得一張 我看你的預算也有編了一些行銷 在這邊我最后面這兩個建議 一個是調查上的取出 我希望承辦科長 局長你會在上面做一些走破跟努力 第二個是明年的公主號 我希望不要跑了一年後年都不見了 局長我相信你的能力 會不會做到後年 北極還在那時候我會繼續監督 你可以 好 謝謝我們黃議員 對不起 那下一位是我們李雅經理議員 諮詢時間20分鐘 主席 那還有我們現場各局處首長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市民朋友 李雅經大家早 那其實我接續黃議員的提問好了 我也很納悶 我到剛剛還看到數據 我們公司居然有390萬人次的一個旅遊觀光人次 路客少了那麼多 我們哪來的390萬 我想要請教這個數據哪裡來 但我現在看到的是 居然是國內的旅客 國內的旅客如果也能把它算到我們的觀光市場裡面 那你們幹嘛出去行銷 幹嘛花我們的公務預算出去國外去做什麼展覽之類的 可以做個解釋嗎 局長 好謝謝趙極然謝謝李議員 我想觀光的這個遊客的來源 我們當然國外的遊客是一個重要來源 但是國內的遊客也是一個重要來源 因為這些國內的旅客我看了跟去跟前幾年比還有跟我們其他縣市比其實來高雄的相當的多 兩百三十幾萬喔 憑什麼我們高雄市可以吸引這麼多人來 我看的各縣市喔 我們本身喔 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這個數字呢是交通部觀光局公佈的數字 所以它其實是有公信力 第二個部分呢當然它是針對我們高雄的一些旅宿 就是在高雄它的這個有住宿的人次的統計 所以都是由觀光飯店還有 多數的人是人數的統計喔 對還有觀光飯店還有一般的旅館的 如果真的有那麼多喔 觀光飯店不會喔改行當養護中心喔 我想局長你比我還要清楚喔 那也不會有前陣子喔 北京團來採線然後我來拜訪我們 南台灣那個觀光聯盟還是協會的那個理事長 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合作的喔 大家打到要死 還要刷牌給你們打一個極端整個拍去喔 再來這個是本期除了本期質疑的以外喔 這個數字喔 漂亮的漂亮的太太太恐怖喔 在六都裡面其惡喔 那你也提到說日本也好 韓國也好 新加坡馬來西亞也好 其實感覺都有跟往年的那個 萊克的那個觀光人數喔 有相對的成長 但如果跟路克比 那真的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啊 那不管是在任何一個場合 包含剛剛您在報告的時候 有提到新南向的部分喔 你要怎麼去擴大 你要怎麼去把它落實在觀光的層面喔 我想這個待會兒是雅清要請教你的喔 那第一個要請教局長是 您知道在十多年前喔 高雄市有哪一些航空公司來高雄市落地 射分公司 甚至有跟他們的國家直航的 局長請問答 議員的意思是 航空公司到高雄 射分公司然後有直航的航班的 射分公司 中華航空 國外的 國外的航空公司 國外的航空公司 有這個亞 我相信你沒有 我上次有提 你沒有注意聽喔 在市長市政質詢的時候 我有提 泰國航空 馬來西亞航空 還有新加坡航空 印尼航空 還有越南航空 這些公司喔 之前 早期都有在高雄市射分公司 甚至有直航 每週的班線真的是多的喔 讓我們可以感受得出來 這觀光產業喔 甚至是可以感受得出來 高雄真的是值得大家來遊玩的 但現在 你經常出入國門喔 尤其是從小港機場喔 那你也看到小港機場 剩下幾間航空公司 我看我只有看到越南航空 那越南航空的品質又不是很好 讓本席遇到一個很花妙的事情 我們買了機票了 居然沒有位置可以坐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的形象問題喔 我們的大門喔 這個也是局長你要去幫忙去爭取的喔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到 有這幾家航空公司 我也要在這裡請局長去努力 還有所有的團隊去努力 這些公司來到 他如果是看到我們未來 看到我們高雄的 真的會的新亮點在哪裡 他如果願意來這裡設分公司 就標示 我們真的觀光人口有在提升了 但現在沒有 除了前陣子好像是月捷是不是 對 月捷 月捷航空又新開了一個 胡志明的一個直飛的航線 但是又怎樣呢 其他的都沒進來啊 我們不管要去哪裡都要 在閃轉坐高鐵去到桃園機場出去啊 那對我們公司在地的這些旅行的 旅遊業者情何以堪 飯店業者情何以堪 就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本席期許說 看看是不是 我們在這幾年期間 慢慢的去努力 看看這些公司 是不是能 真假落地在我們高雄市 然後我們又有能 新的一個 航班 讓我們高雄真的是可以 成為新南向的一個 那個叫什麼 門戶 這個是雅京要跟局長這邊來做一個探討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如何去 在 新南向的一個大的架構之下 去拓展東南亞東北亞 甚至南亞的這些觀光客 在這些資料裡面 其實本席都沒有看到 不管是今天的資料 或者是你們提供給雅京的資料 我都沒有看到 局長你怎麼解 你怎麼解釋 跟李議員報告 我想 我們對於國際觀光客的爭取 我們除了參加這個旅展以外 我們也積極地去做了一些推廣會 那我們到了 可是沒有用你的推廣會 居然去推展一日農夫的一個行程 沒有沒有沒有 一日農夫的部分是農業局 他跟我們一起搭配 因為我們如果出國去行銷 那為什麼會出現在你們的這個 你們的 他們沒有提到 反而是你們提到 因為那個是農業局 那也不管啊 怎麼會去推展一日農夫這種行程呢 我跟議員報告 有很多國家包括像香港 他們對於很多 那應該是規劃在套裝行程裡面吧 那本席再請教你 這些套裝行程 我要去哪裡購買 我們的套裝行程 會跟很多的旅行社來合作 可以去跟旅行社購買 是 就只有旅行社 其他的人 如果一些 比如說 或者是自由行的客人 我們的網站都有一些 郵程的規劃 他可以參觀 參考我們的網站的郵程的規劃 以及我們 這麼講好了啦 我常常在講齁 其實你們做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的事情 在做行銷高雄 可是你們做這麼多事情 你們怎麼做有工作 你們做很多工作喔 但是你們做不下來 你們都瞎忙 因為你沒有一個完整的配套 就像剛剛陳如黃議員所說的 你們做這麼多 阿哥哥人家有來 人家有看到 人家問高雄 要去參加 我跟大家說 大家都說去愛河 西子灣 可是來的人都完爛了 還有沒有別的新亮點 除了佛光山 還有沒有別的新亮點 你們有沒有去開發 有沒有去真的是 把這些亮點整個突出出來 沒有 就是維持在這樣子的水平 人家怎麼會願意來又來 局長你懂我意思嗎 那還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新南向的一個大架構下 其實您剛一直沒有回答本席喔 你到底有哪些作為 除了去你們一直在做的 對外去去參加一些展覽 然後一些什麼會以外 還有沒有別的具體的措施 是針對佛高雄的觀光 佛高雄的產業是有幫忙的 所有的資料並沒有看到 跟議員報告 當然這個推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那另外呢 我們也會跟一些地階的旅行社 會促成這些旅行社 去帶一些客人到高雄來 那另外當然我覺得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推廣會 比如說泰國我們就用泰文的這樣的一個 旅遊的介紹的行程的包裝 提供給在地的旅行社業者 以及一般的民眾 你剛好提到泰國國外各個區域的一個一個介紹 本市可以給你一個建議 其實我們台灣是一個民族多元的社會 泰國人新住民也好 越南 印尼 甚至我們的陸沛 好多新住民 好多不同語言的國家都有在台灣 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我們這些新住民的一個人力資源 這樣的一個長才 去幫我們拉近各個國家的一個距離 我倒是覺得局長你可以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這個真的是你可以去努力的 因為不是只有看到你們發展語言般 那其他的我都沒有看到 再來就是要來 拜託局長給我們注意一下 我們高雄有一個全台灣第一位 甚至東南亞第一位 第一個眷村 黃埔新村在鳳山 那我一直覺得很可惜的是 從雅靖發現它是第一個眷村 它具有歷史價值意義在以外 請文化局把它確定成為文化估計 那我們 包含觀光局交通局 我們都有實際去採線 那其實它也真的具有 可以去導覽解說觀光的一個價值在 但是本席到截至目前為止 都覺得好可惜 這條線都一直沒走 都一直沒有成形 那雖然我們有文化公車 在鳳山繞行 可是這裡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來規劃 可以來規劃 把文化公車或者相關路線 包含我們的黃埔新村 這會抓起來 軍事文化也很棒 怎麼去把它做一個配套 所有的行程其實如果只是單 只有點對點而已 好可惜 那如果可以把它串成一條線 那每一年做不同的一個變化 把它變成是一個新亮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什麼東西都要是靠人流 我如果跟你說 客廳你現在做得不好 對你來說是不公平 因為你跟他商人而已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 還有你的新的思維在 就像你之前在民政局做了很多的創新 所以雅金剛在這邊提了幾個意見給局長 也期許下一個會期裡面 有新的作為 那也拜託局長說 如果雅金剛提的這些東西 你們有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做一個全面的檢討 那也提供給本席一份書面的資料 你們在新南向政策裡面 你一直提的你重視的 我們要將高雄成為新南向的一個門戶 怎麼做的具體作為提供給本席 這樣可以嗎 好沒有問題 謝謝局長 那也請你請坐 那接下來我要謝謝交通局 其實對於高雄的一個交通 不管是停車場也好 或者是交通的一個設計規劃也好 不遺餘利 尤其是針對鳳山 雅金常常有很多的意見 也受到我們交通局這邊的照顧 將我們鳳山的一個動線 越做得越好 但是有幾個地方 要特別請交通局這邊來幫忙 不曉得你們今天 大家是不是都是從四圍路 然後走三多中正過來轉我們國泰路 是嗎 市的人請舉手 有沒有人從市區然後轉國泰路來到議會的 有齁 你們有沒有發現那個衛武營 你要轉過來那個衛武營 那個人行道那個什麼 人行道那個綠里 有太突出了一點點 等一下你們現在沒影響沒關係 你們都趕來要來議會 所以你們都沒注意 麻煩你們 待會回去 還是本市靠你們來 你跟我接著來那看 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擔憂的是哪裡 太出來了 那邊交通上下班 不用上下班 平常就很多車子了 不管是左轉直走也好 車輛多 也經常有一些小插狀 那現在又被他們 他們的那個人行道切的正正方方90度 然後他們是往外推 也就是說佔了我們的那個 道路的那個寬度 那我都是覺得這樣 會造成以後一些道安的問題 但他們現在還沒做好的時候 我們現在快要去參証 看要怎麼處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們每一年都有 義招式路口的一個改善嘛 對不對 那謝謝交通局這邊 跟警察局交代這邊 在我們的鳳鼎路 鹹粿路路 來改善了一些相關工程 但現在又有一個問題發生了 上次有提但沒有改善 青年路跟自由路這邊 剛才在我們這裡而已 剛才去回附近這裡而已 幾乎平均每一個禮拜都有一個 A2事件 A2A3 就受傷車禍之類的 那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這裡為什麼要提出來 因為我去調了數據 103年它整年度有36件 那104年有29件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 29件了 今年會創新高 特別提出來 因為我在所有的資料裡面 你們沒有把這個路口 列為義招式路口 這裡是通往高雄市 跟原槓縣鳳山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交叉路口 那千年路也是 這個路口真的每天上下車 平常是你現在看也是車很多 這個也在這邊特別提出來 請我們那個交通局這邊幫忙 上一個是大東醫院 我怎麼看 你們怎麼來用 油圓是不舒適 這三個路口 我在上一次 大東那邊我也有提出來 但大東那邊其實怎麼改善 我都覺得好奇怪 尤其是地面的一個路網的規劃 我怎麼開都會開到對線去 對向去 我拜託局長 沒有我們怎麼看一看好不 客廠 我們哪不是啊 如果客廠沒辦法解決 我拜託局長 靠我怎麼走一看 不要讓我大家回家 都用這個小小的問題 跟局長跟各課示範 這樣好嗎 這個不是只有雅精的問題 是用路人的安全問題 不可能眼睜睜的看這些問題 一直發生 然後讓道案一直發生 可以嗎 局長 局長請回答 來交通局長 請回答 好 謝謝周記者 謝謝李議員 對我們交通安全 持續在鳳山地區都非常的關心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那個 國泰路衛舞營附近那個綠里 我想我們馬上會去看一下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透過這個 道案他們的交為計劃裡面 會去要求 但我需要知道 您後續的結果是怎樣 不要看了以後就沒有結果 對 了解 那也最好是可以邀請本席過去一起 畢竟我看 我看比較多看你們不一樣 我們可以向上討論這個 是 第二就是說 剛才議員所說的那個 易造式路口 所提到的鳳頂路過皮路口 還有青年路自由路口 大東醫院附近的這些 那一個十字路口 對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會要求我們同仁 盡速的再跟議員這邊做一下接觸 然後看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必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透過道安委員會 請那個專家學者來到現場去會看 我想必要的時候 需要做一些 不管不同程度的交通安全 或是交通工程的改善 這個都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工作 這也要拜託局長 趕快到多處 再來雅清想要請教你 停車場作業基金是 主要的作用是在什麼用途上 停車場作業基金主要是 我們從這個 我們所提供的路邊跟路外的停車場 收的經費 那作用可以用在哪些 它最主要是來支應整個 停車作業的運作 停車場嗎 是的還有就是包含停車場的興建 第三個就是我們支應相關大眾運輸 所需要的一些營運 還有設施上面的一個 局長其實這個問題雅清提過 可是我還笑題 因為你們一直都沒有在 我沒有看到真的實際有作為 因為各個停車場有一些 是設在比較暗的地方 或者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然後有一些使用率很高 有一些不高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死角 治安的死角問題 那我要拜託局長這邊 是不是可以串聯警察局 那一套監視系統 然後用我們的經費 將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體育場 不不不 我們的停車場 也設置相關的一個監控系統 不然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其實聽聽都有人跟我說 你像過旁邊那裡 那裡有兩個我們的公有停車場 不然人跟我說 他的車又被人打開了 警察就是要常去巡 巡完以後 有時候 我們就現在沒有了 還在順北亞送點區 他又來了 抓不慎抓 你懂我的意思嗎 看看能不能達到每一個 所有的公有停車場 都能有這樣的一套系統 其實那也是安全問題 可以嗎 在我們市府裡面的一些公共建物 或是設施裡面 結合怎麼樣做好的監視系統 這是我們來串聯 這樣的一個騎乘 我要什麼時候才能看得到 你們有沒有相關配套 是不是議員讓我先了解一下 剛才議員所提到那些停車場的部分 那我再做一個規劃的事程 來回復議員 好 然後局長還有一件事 我記得我們之前 你來跟雅靜討論的時候 我們有討論到一個捷運 高鐵的那個快線 那其實已經在跑了 那可是我越看越奇怪 其實我觀察了好久 這條山上過程而已 我自己騎到機車或是開車去或是坐 捷運去 我可能比我們的快線還要快 去的時間還要快 這不叫快線 這等於是慢線啊 有沒有必要再拿出來再檢討一下 而且當初本席的意思其實很簡單 我們要從捷運的運量 那如果有快線可以去搭配 也就有一種共構的概念 如果他捷運起來 我們就有這個快線 可以載他去想要去的地方 或者是比較有大的一個場域的地方 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公車的一個服務 其實會不會達成比較想 謝謝議員的關心 這個我們鳳山高鐵快線 當然十四億段時間我們必須要再去檢討 如果必要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服務到最多的 這個鳳山在地的民眾 到高鐵之間最快捷的這一個路線 那議員剛才所提到的 對於他所繞死的路線 還有就是說停靠的站點 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應該會在半年裡面 就會來做一次檢討 好 謝謝再給李議員兩分鐘 謝謝主席喔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現在就可以先來檢討 你們可以現在開始來看 因為對陳毅路到高鐵戰爭的 放了一點鐘的時間 這才有算快線啊 好快喔 快到我真的騎腳的車可能變得那麼快喔 你懂我意思嗎 我了解 我們要真的要快線是要真的有便捷 就像我們有幾條線是直接可以直達校區校園的 比如說福音科大啦 鎮修啦 素的 我就覺得這真的有美意在 也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可是如果你一條線 要一條線 過去我就自己坐一圈 自己開車了 幹嘛去浪費那個資源 局長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了解 這個是不是看 在這一兩個禮拜內可以做一個檢討 然後跟本席做一個討論 好不好 好的 謝謝 再拜託局長 再來一個 其實前幾次的風災 哎呦 其實交通局也算是受災戶 只要不要說對 只要我們方說 五、六百機的那種交通號資都在那搶修啦 但有一個問題喔 這是特殊狀況的時候我們能體諒 但平常的時候 我不知道局長你知不知道 我雖然看到你們的 有達到四小時內完成喔 那你們平均的時間 維修時間是一個小時多 就可以把它復原 那個交通號資就可以復原 可是你們知道嗎 每一次我看 我經過我看到的 都看到我們的警察同仁啊 全部在那裡騎三點鐘以上 怎麼把你們通報都沒用 都要本席站在那裡說 我在這裡等你啊 你快來啊 我覺得這有點 有一點不可思議啊 因為那個交通 你不能有空窗期 你不能在那裡空轉你知道嗎 那警察局派出所 也有他們的業務在 然後你叫我們的環境在那裡 一一一二三點鐘 你有沒有看過 不要說哪裡 青年自由這邊 是一定 是一定 我們對於交通號資的緊急搶修 我們因為有跟委外廠商有 有定契約 所以會有要求在一定時間內 一定要修復 那議員所提到的 我再了解一下 看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一定會盡量讓這個修復的時程 盡量縮短 要看他那個地點跟當時的情況 那個李懿演我再給你兩分鐘好了 要不要 好再給李懿演兩分鐘 這交通要道真的是非常重要 這真的是 車來人往的 非常重要的路面包含 鳳鼎路過皮那也是 這個不是要你檢討 這個真的是要去做改善 不然你這個平均一個小時 你達到一個小時 這要說給誰笑 我回去把這兩個路口 他們的修復紀錄拿出來 我來檢討 好不好 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要求他們 要立即的去做改正 不是 你怎麼有一個機制 比如說 人家警察局有說 線上報修 我們去到那裡報修之後 他就可以看到他當時修理好 照片要回傳上來 你們沒有啊 他修理好 我本身給你看 怎麼又在那裡死的死的 你在偏向啊 但是我坦白說 我們自己的警察局 也我們自己的交通局的同仁 真的很認真 現在是外面我們外外 我們沒辦法去管理到 你要想一個配套 我把問題反應給你 你要去想辦法改觀 不然你都拿這麼漂亮的手機 在騙這些市民 我覺得沒什麼事 我們把數字 我剛才跟議員報告過 我把數字拿出來看 我會讓市民朋友也知道 我們真正的情況 我相信不會有這樣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 我們委外 委外他報修的機制 一定到我們局裡面 我們去通報 他派工去修復 所以這個整個機制 我跟議員說明 我回去再來檢討 然後把剛才議員所關心的那些路口 真正維修的那個時間 我拜託你再把一個一個單位 納進去 在路口的維修的部分 就是家通耗製的 一定要把警察局納進去 忙人跟你們通報 你們都動 媽你動風都不在一起 那超過分 不可能這個事情 就是因為有這個狀況 警察局跟我們一定是合作在一起 我知道合作 但是你們通報 有通沒有報 沒關係 議員所說的路口 我調出來 如果要公布這個資料 我們要公布這個資料 好不好 這個再拜託局長 好 因為都是小問題 所以我要在這裡請求大家 因為 平時找不到你啦 你也在忙 謝謝 謝謝 謝謝李亞金議員的質詢 再過來是高明林高議員 時間20分鐘 好 謝謝我們的主席 還有今天 所有我們相關的局處同仁 那也很感謝我們今天 所有關心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針對交通部門的部分 我想提出幾點 分別針對我們的交通局 還有我們的捷運局 還有我們的觀光局 那首先 交通局的部分 我大概有看到我們 其實我們高雄市交通局整體的一個政策 就是要呼應我們最愛生活在高雄這個大的目標 然後希望我們交通的運輸政策 是以一個永續的綠交通的方式 就是以Green的概念來推動 所以裡面就包含了 你們在業務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整合的交通 可靠的交通 生態的交通跟便捷的交通 那在這邊我想提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高雄市 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個城市 推動公共自行車的一個城市 那即將我們在去年 本期很榮幸可以跟我們城區市長 和交通局的這些同仁一同到法國去參訪 那那個時候我們有看到法國一直在推動這個 car sharing 就是我們的電動汽車共享這樣子的計畫 而且行之有年 那我們也很榮幸的在當時 跟他們簽了這個合作意向書 那在這邊我在業務報告裡面 其實也有看到說我們交通局在報告 我們即將高雄市要來推動這個電動汽車的共享 那我不太在整個報告裡面 其實並沒有明確的這個計畫的騎乘 只說要上網公告 那蠻含糊的 所以我不太確定說 到底我們高雄市推動汽車共享 這個car sharing的計畫 到底是整個騎乘是怎麼樣 那預計會有幾站 然後呢大概是在哪些區域 那等一下這是第一題 要請我們交通局長來報告的 那第二題也是相當的簡單 其實我們一直在講說 現在高雄市要作為一個智慧的城市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數據 都是我們要透過平常日常的收集 那透過收集然後成為一個大數據 然後透過雲端的計算 週期性的還有運算的推估趨勢的模擬等等 那可以應用在譬如說我們的防災 譬如說水患啦 風災啦 或者是說可以應用在我們登革熱疫情的防治 那其實在交通的整個系統裡面 我們其實都運用一個這樣子 多方面資訊整合的一個中心 那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在前天台中市有做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想局長你應該知道我要講什麼 就台中市推動了一個摩托車的e-tech 那這個e-tech是什麼呢 跟我們一般汽車要上高速公路的e-tech是不一樣的 那台中市推的這個機車用的e-tech 主要呢就是要針對他們台中市裡面 所有機車用路人 譬如說一些通勤族啦 學生 因為過去我們這一些交通相關的運輸載具的 的數據的收集 很多都是針對汽車或大型的車輛 可是機車喔還有這種交通 尖峰期間我們針對這些通勤族 上班族他們使用機車摩托車的習慣 可能是沒有辦法掌握的 那所以我看到我們這個 我們台中市有在針對一些市區的主要幹道 來做首創的一個機車e-tech 來收集這個交通資訊 那未來也可以作為一些我們交通跟路線 還有包括一些我們要跟警局交通大隊 來做交通管制相關的一些政策措施 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我不太確定 我們高雄市是不是有這樣子的規劃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有關計程車彈性運輸 其實我在第一個會期 第二個會期都一直在提喔 就是說我們高雄縣市合併以後 有很多的區域它其實是基本的路網 就是大眾運輸 比如說公車的路線跟班次是不足的 所以要運用一些比較彈性運輸的方式 那我也很高興看到我們高雄市交通局 非常的努力認真 推出了所謂的計程車彈性運輸的計畫 那甚至也讓交通部注意到了 還請我們高雄市的同仁去分享我們高雄市的經驗 那我針對兩點要請局長來回應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在前幾個會期有提到 我們目前總共有五條線 就是大湖、永安、大樹、大寮 還有一條是四半的燕巢 那針對這個永安縣的部分 其實我前幾個會期有提到 就是說我不太確定我們永安縣當初的設計 是為了要解決部分 比如說到岡山本州工業區跟永安工業區 這樣子的通勤上班人口 還是什麼樣的規劃的動機 就是說我們到底當初是為什麼要規劃這條線 那我當時其實有一直提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的永安縣是從岡山、南岡山站 捷運站一直只做到永安的保安路口 那事實上其實永安區有很多的居民跟我反映 就是說 那個其實直到保安路口 其實距離我們永安最熱鬧的那個市區 永安最熱鬧的那一條街跟人口聚集 社區聚落最聚集的那個地方 其實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所以當時就有請我們交通區再研究看看 是不是能夠把我們彈性運輸 永安縣的部分可以延伸到我們的永安區公所 這一帶的永安的市區 那後來好像也沒下文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我們彥巢的彥巢事辦路線 在今年大概是7月8月的時候開始事辦 那我也很感謝交通區做這個努力啦 原因是因為我們彥巢區原本有這個金山這邊有社區巴士 那因為預算問題可能就取消了 但是針對我們老年人口有些長輩 他們定期都要就醫或者到衛生所等等 我們交通區也特別為此規劃了一個彥巢縣的事辦 那我大概就想要請教我們的局長 就是我們那我們計程車彈性運輸的彥巢縣事辦 那從應該是8月到現在 到底目前要從8月29號開始到11月28號 都是我們的事辦週期嘛 那這一段期間到今天為止10月25號 到底執行的狀況如何 那這大概是以上三大題 那我是不是能夠請我們交通局長先做初步的回應 謝謝 來交通局陳秀蘭請答應 好 謝謝趙基人 謝謝高議員 剛才所關心的這些議題 那第一個是有關我們推動電動汽車共享計畫 我們大概在上個月就把它做公告出去 那目前的進度是在12月中左右 會截止收建 那我們會開放 看國內的廠商或是國外的廠商都可以 來投資我們這個系統 那目前我們的規劃裡面呢 至少這個系統要提供50站 每一站大概要有5輛這個電動汽車 那所以總共至少要250站 當然是這樣講是基本的 我們希望投標的廠商他們有自己更好的計畫 比50站來得多還有比250輛車來得多 那整個的建置計畫呢 我們希望是說明年在10月以前 就要有一個初步的demo的系統要先出來 然後在年底以前呢 需要能夠至少建置到一定的數量的站 那整個50站250輛要在兩年內 要能夠整個把它完成 所以我們這個是有一個進度在執行當中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剛才議員所提到 台中市所利用的這個e-tech 在摩托車上面 去蒐集一些路況的資料 或是駕駛員的資料 這個我們也注意到了 我們也會來參考學習 那不過跟議員報告的是說 e-tech的這個技術 應用在我們高雄市裡面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應用了 那特別是利用每一輛 現在幾乎是百分之90幾的車輛 都有貼這個e-tech 那我們可以利用路冊的這個e-tech的reader 能夠蒐集到他們的這個速率 甚至呢我們可以利用在公車上面的 還有一般車輛上面的 可以蒐集到很大的大數據 可以讓我們來做這個相關交通規劃 或是營運管理的這個分析 至於說摩托車上面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強迫性的 所以台中市它也是希望能夠號召至東 他們做一個交通特派員這樣子的活動 給他一個任務 那我們會來了解 他們希望在摩托車上面裝這個e-tech 收集到的資料是用在哪裡 其實大部分的資料 我們可以透過小汽車上面 或是公車公公公公務車上面的這些e-tech 就可以達到那個目的 那當然怎麼樣去讓機車族群來參與到我們公共資訊 公共資訊的這個收集 我想這也是有一個目的 這個我們會來了解收集跟參考 至於第三個計程車彈性計畫部分 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彥巢縣確實在議員的協助之下 我們從8月29號開始就已經開始運作 那麼這個情況到現在9月10月 我跟議員報告 一開始大概8月29號到8月底 總共只有預約3趟 那有10個人 那另外到9月份預約趟次就到達14個人 那到10月目前為止已經高達到36個人 總共有大概8個趟次左右 那我們是希望說透過真正的需求跟預約 進行計程車的彈性調波 我們當然也很歡迎乘客可以利用這樣的資訊 剛才我沒有報告的是說以前的預約都是在兩天前 我們現在已經放寬到它能夠預約到4天之前 4天之後的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的服務能夠再來做精進跟磨合 看地方上認為還有哪些地方我們可以努力改善的 我們都樂意來提供最好的這個地區的就醫服務 那麼至於說剛才永安縣的部分 永安縣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我們感謝議員所提到的部分 那因為在比較屬於需求量大的 它比較不適合用這個計程車的彈性需求 那事實上在保安入口到市區這個附近呢 我們那個地方是有公車的服務 不過怎麼樣讓我們的彈性計程車跟公車之間的服務做更好的整合 整合或是間接 我也感謝議員在持續提供我們這樣的一個方向 我們再來現場了解這個需求做最好的一個整合服務 那麼以上先跟議員這樣說明 好謝謝我們局長請坐 我想齁 其實很多國家特別要回到剛剛在講的這個汽車共享 就是電動汽車共享 car sharing 其實如果以法國的例子 他們現在目前在巴黎市區就有3000輛這樣子的電動車 然後有900個據點 然後以4700個就是充電的地方 那以德國來講 德國的經驗他們是他們自己的統計 然後分析就是說大概一輛的這種car sharing的汽車 至少就可以取代大概五到十輛的自用 家用的這種自用車 那所以這樣不僅是可以節省民眾開銷 也是我們可以降低一些道路擁塞啊 還有一些公共空間的佔據 那最重要的是還是可以減少碳的排放 然後讓我們的城市可以更green 那我想這個是值得肯定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期待上網招標之後 有很多很好的廠商可以互相競爭 讓我們高雄市作為第一個 全國第一個推動car sharing的城市 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那接下來我想要還有七分鐘 我想要請教我們的捷運局跟觀光局 那捷運局長我想您應該很知道 我每次都一定要問您 就是我們的鋼山路族延伸線 那其實你們的業務報告裡面 也都有提到相關的進度 那我想還是請我們的局長 第一題還是請您就這個鋼山路族延伸線的部分 來做一些回應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也是跟我們捷運周邊的土地開發有關 我們在業務報告裡面有看到其實高雄市的新市鎮 也就是本席的選區之一一個是在橋頭新市鎮 其實橋頭新市鎮整體因為周邊有非常多的台塘土地 那都其實一直沒有很明顯的具體的開發 那空地都閒置在周邊 那以我們橋頭新市鎮大概有幾個站點 比如說像青浦站其實就蠻荒涼的 又在省道上面 那我不太確定說我們現在高雄市新市鎮 捷運周邊的土地開發有什麼樣的規劃 那比如說像民眾也很多的期待 因為其實像周邊已經開始陸陸續續有很多的建案 那也有很多就是未來我們橋頭區的居民 我們自己的居民跟里民 那他們也一直在反映說 過去因為在青浦站周邊 這邊都是很大大概四縣道的省道 那本席過去在很多選舉的場合之下 我們常常都會站路口 就發現那個路口車流量非常的高 然後而且車速非常的快 那我們很擔心說民眾從青浦站 要走到對面未來的這些社區跟聚落 甚至到我們相關的過去的這些都會公園等等 其實你從捷運到要跨越那個大馬路 其實也有很大的這個安全性的疑慮 所以其實民眾也有在提到 好像過去在高雄縣政府的時代 曾經有規劃過 是不是要有一個空中大橋還是要做一個天橋 讓行人的部分的安全可以受到這個照顧 所以針對第二題就是有關 我們高雄新智鎮捷運周邊的土地開發的成果跟規劃 那第三個也是跟我們土地開發有關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紅橘縣 尤其是本席的選區當中 其實也有看到我們的南岡山站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推動就是南岡山站要推到岡山站 也就是火車站的所在地 然後接下來再要網路主序延伸 那分了兩個階段 那針對南岡山站其實周邊都是一大塊很大的腹地 那我們現在只有看到有一些私立的紀念醫院 還有未來我們高一會在那邊有一個大型的附設岡山醫院 那其他還有一些民間的團體進駐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局長等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等一下再一併做答覆 那就三題 第一題就是岡山路主延伸線的兩個階段的進度 第二題就是我們的高雄新市鎮土地開發 跟第三題也是跟我們紅橘縣有關的這個 南岡山周邊附地的那個土地開發 那等一下請我們的局長來做回覆 那第三個部分我要請教我們的觀光局局長 就是說我有看到你們的業務報告其實針對其實本席上個會期一直在提的 就是520上任以來蔡英文總統上任 那我們很擔心中國會開始做一些政治性的打壓 那有條件甚至是有政策性的來下降路 所謂的中國中客來台的數量 還有包括自由型的數量 那我在這邊也看到我們觀光局做一個很好的這個政策的規劃 我也看到你們在業務報告裡面有比較我們所有台灣六都的旅客 國際的旅客跟中國的旅客 那還有其他比如說國際旅客 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紐澳的成長的狀況 那我想這一題我大概想要講的就是說 包括我們現在蔡英文總統想要推動的這個新南向政策 我很期待的是說我們未來我們的所有觀光旅客的這些來源 千萬不要一個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這當然是我很期待說我們可以多多去拓展一些其他的觀光市場 比如說像日本、韓國、港澳、東南亞 所以在這部分我其實看到還有包括我們觀光局有提到 針對這個穆斯林的部分也有特別的一些措施 所以原則上我是蠻肯定我們觀光局的作為 那原則上我希望說針對開闊市場的部分 我們期待我們高雄市觀光局可以有更多的具體的作為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想要請教我們觀光局有關 在大岡山地區我們目前在推動的新的觀光亮點 那一個是岡山之眼 然後它會有個天空步道 那未來民眾可以利用這個天空步道 然後去飽覽所有整個北高雄 甚至可以最遠天氣好的時候也可以看到我們的85大樓南高雄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想知道我們的岡山之眼 最近的整個整建工程整個園區的這個進度 那以及環境周邊 因為周邊還會連結到我們的阿公店森林公園 那周邊的道路其實還有包括水庫路啊 這些都是道路的狀況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想要針對岡山之眼 還有以及我們燕巢的機灌山 這兩個部分都是觀光亮點 那我想知道局長針對這兩個地方的一些相關整建工程的進度 那第三題就是有關民宿合法化 其實在上個會期那時候 局長您還沒有接任觀光局的位置 您是那個副秘書長 那那個時候我有諮詢我們當時的這個觀光局長 有關這個民宿或青年旅館日租行旅館等等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我們高雄市要發展觀光 很多問題都卡在中央的一些法令 比如說發展觀光條例 沒有領友登記證還是什麼 還是民宿管理法它會有針對土地 是在都市計畫內 然後還是有設立區域 還有土地使用的一些相關的限制 那我們觀光局其實也針對這些青年旅館 微型旅館交囊旅館還是一些 我們哈馬新的老房子有做一些 跟民間的溝通跟意見的蒐集 那我當時就有提到其實像 台北還有 抱歉那個主席可不可以再多給我一分鐘 OK 我高雄一分鐘就夠了 好 謝謝 好 那其實像其他的城市 包括如果以台灣來講 台南他們過去大概五年到十年之間 就一直在推動所謂老屋心力的運動 是從民間開始跟一些建築物專業學者 那他們台南市的觀光局 他們針對所謂他們當時的中西區安平區 有些商業地帶一些老屋的民宿 向中央去提指定觀光地區 那就讓他可以為他們的這些民宿來做解討 那我不太確定我們高雄市有沒有做什麼相關的因應政策 因為我們高雄市其實有很多觀光客都是自由行的 那可能很多都是年齡層也是像本席這樣 或是比我更年輕的年輕人他們很喜歡做青年旅館 那他們也都喜歡到我們高雄市區 可是在高雄市區可能在現有既有的法令上 是不盡然合法的這樣的民宿或青年旅館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到底怎麼樣去突破法令的限制 然後另一方面又來輔導跟促進我們高雄市的觀光發展 那我想這主要就是這三題我想要請教我們的觀光局長 好那以上謝謝 謝謝高議員我們請觀光局局長請答覆 接應局吧 那我們請接應局吳局長先答覆 感謝主席感謝高議員 那有關高議員提醒我們的部分 我們目前鋼山路主延伸線第一階段部分 我們在綜合規劃部分在10月7號 已經由交通部審了完畢 核轉行政院核備中 那這一部分因為鋼山路主延伸線第一階段部分 綜合規劃設計完之後 我們還要進行基本設計報工程會 那如果依照原有程序部分是要等行政院核定 但是我們要提升 我們就先把那個基本設計部分就先行委外發包 那這樣的話我們 對讓行政院核定之後我們就可以立即來報工程會 那這樣的話讓我們未來辦理工程施工發包的時候 這段時間還可以再縮短 那所以我們目前正努力這個方向來做 那另一部分就是第二階段部分 第二階段目前是在可行性研究的階段 那這個階段部分我們也在那個交通部也在10月 今年10月17號他們已經審核完畢 而且在10月17號已經核轉給行政院來報行政院核定 那這裡面因為這兩個案子都必須經由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會交易國話會 所以我在9月13號的時候就特別去拜會國話會政務主委 那也跟他報告整個這些相關的過程跟他溝通 然後讓他說明清楚 讓他們在核定過程裡面比較可以了解到通盤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準備了已經 只要已經準備收帖 同時也給立委這一邊 也請立委這一邊來協助幫忙 那我們為了讓整個鋼山陸池延伸線部分的運量 可以再做提升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上次南高平棚的部分 那我們也提出台南跨域連結的部分 那這樣如果我們再接到台南跨域連結 我們目前提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那個齊美 我們接到齊美的部分 齊美部分這一部分是可以由台南來接我們 那接他們紅線部分 那另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大湖其實還可以 向東北的部分我們去接沙倫 那沙倫部分其實是接到整個台南的部分 台南他們有從那個科學營區部分 接到沙倫部分有一條三所線 就是他們局線部分 那這一段的話我們是預計評估 從這裡面再接的話 那我們可以將整個產業聚落全部再做連結 也就是說從科學營區到沙倫綠能 那甚至高鐵 那這樣讓我們整個北部地區的話 可以再做更大的發揮 那這樣的話 其實讓我們鋼山陸池延伸線的供給面向的部分 可以再做提升 那我們朝這個方向再做努力 那第二點是有關土地開發的部分 我們土地開發部分主要是在車站周邊 那車站本身其實可以提升運量 同時可以帶動都市發展 那我們主要是以攻擊導向 所以我們整個土地開發部分 我們都會邀都發局 金發局 因為沒有從產業去做思維 那純就居住空間的部分 其實那個吸引力會有限 那所以我們都是結合這三個局處的部分 那目前橋頭新製政部分 橋頭新製政原先是內政部辦理的 那一起部分已經開發完成 二起的部分 後起的部分 那目前由高雄市政府接續辦理 那我們負責的部分是開發計畫 開發計畫已經報行政院核定中 那如果行政院核定完之後 接續下來會進行都計畫變更 因為後起的部分其實都計畫變更 整個時間的掩替 在都市發展的部分 其實跟現今的發展 跟未來的需求部分也有所調整 那所以這一部分我們都發局 正在進行這一部分 我們草案已經有方向了 那未來度假變更部分會由度化局接續辦理 那開發的部分會由我們地震局來辦理 那有關第三部分就是我們南岡山的部分 那目前就是我們北基場的部分 那北基場的部分有9.6公頃裡面 那目前已經有小樽、河村、醫院 那但是在我們北高雄部分 其實我們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醫療設施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已經跟高一簽約了 那這裡面高一簽約部分 他們預計投資40億 而且整個醫療設備部分 是以人為出發的部分 然後來服務所有連結 所有醫療系統的整合部分 那這一部分的話 高一目前也積極在推進這一部分 那以上針對這三個問題 跟議員這邊說明 好 謝謝 再過來高雄局政局長請來 高級人 也謝謝高議員 那高議員剛剛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開拓多元的觀光客員的這個部分 那我非常贊同高議員的說法 我們的觀光客的這個開拓 不應該只是依賴單一國家 所以在路客減少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當然必須要有更多的市場去做一個開拓 所以我們必須要擬定一些策略 那首先我想對於整個中央是這個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那我們也會針對這個部分呢 建置一些友善的一個環境 包括我們東南亞語的這個導覽人員的培訓的部分 那另外當然我們的這個東南亞國家這個市場的開拓 那我們必須要有一些策略 所以我們除了參加旅展以外 我們也積極的有安排了一些彩線團 包括11月新加坡會有一團到高雄來 那這個部分是針對新南向政策 但是我想新南向政策的部分因為剛起步 所以在市場的這個感受上 比較不是那麼明顯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我們的整個高雄市來 高雄市觀光的部分呢成長的前三名 那其中日本是第三名 但是日本呢一直是持續穩定的一個客源 所以我們也會針對東北亞的國家 尤其是在日本韓國 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推動這個暖東高雄這樣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 那資源因為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明年呢我們在今年就會 擬定一個策略的目標 那我們會針對目標市場的部分 我們會去進行一些開拓 那另外當然在短期的部分 我們有一些補助的措施來鼓勵 包括東南亞國家的客人如果來到高雄 那我們有住兩晚以上我們補助給旅行社一個人呢是400塊 所以這個是一個短期的救濟的措施 所以這個部分是在針對整個觀光客源的開拓的部分 那剛剛議員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在地方的岡山之岩的這樣一個工程 我跟議員報告一個好消息是 我們這個岡山之岩的預定工程 目前是超前的狀況 我們預定本來到目前為止應該是25% 但我們現在已經到34.6% 那我想我們希望能夠在明年的8月能夠完工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在進行 包括一期工程跟二期工程的部分 那我們最近又爭取到交通部的三期工程 也就是對整個小岡山環境的這樣一個整頓的部分 大概3000萬 所以包括它的登山報步道啦 還有油氣節點啦 這些我們都希望整個搭配岡山之岩 建構一個小岡山整體油氣功能 那至於議員有提到這個攬車是不是要設這個部分 我們要去做一些評估 所以這個我們正在規劃 機關山的工程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委託給那個 燕朝區公所 對 燕朝區公所目前在進行 所以機關山的工程目前也是一樣是 就是如期的進度 所以 對在這裡 這個部分呢 我們已經完成結束了 這個部分我們的工程已經完成了 機關山的工程的部分 那所以另外就是包括剛才我講到那個攬車的部分 我們也會搭配整個阿公店水庫的那個 我們現在正在評估規劃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問題呢 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在我們整個目前呢 對於我們都市內民宿的這個法令限制的部分 其實 交通部觀光局對於民宿管理辦法的這個部分 已經召集個縣市開會很多次 大家也都有共識 我們要做一些修正 但是因為有一些立委有意見 所以目前還沒有通過 但是台南市的部分 因為他們起步的比較早 他們在三年前就送了一個雙城地區指定為觀光地區的方案 那所以在新政府之後呢 目前他們已經經過三年的努力 目前已經通過了 那高雄市政府的部分 我們希望 除了這個觀光地區的部分 因為那個部分還是要送到中央 所以我們目前會依據民宿管理辦法的這個修正案 我們會提出一些 對於這個民宿管理辦法裡面 人文風貌區的部分 我們先組一個小組來進行一些討論 對於人文風貌區的這樣的一個定定 我們要怎麼進行 那如果說這個法案一通過之後 我們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啟動 那對於我們高雄市有一些 具有人文風貌的地區給予指定的話 那都市內的民宿 那他就會有一個機會能夠設立 好 以上跟議員報告 好 謝謝高雄市一員的質詢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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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